第461章 裸奔 悟到古茶树前 狠人大地站在黑洞中 他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都不能明辨 他伸出一只手 在虚空中缓缓刻字 大道气息 一下子弥漫了出来 叶凡 磅礴 大黑狗 全都瞪大了眼睛 平住呼吸 想要看清他 写了些什么 神木中接触射出冷电 盯住那片虚空 哗啦啦 悟到古茶树摇曳 所有叶片都在翻动 在与那些古字共鸣 满树生辉 各种小顶 仙人 八卦 神钟 仙皇等 皆浮现 众人震撼 古之大地刻字 竟然让悟到古茶树都如此 可想而知 展示了怎样的一种妙境 匪夷所思 到底刻了什么 涂大嘴巴心急 该死的 本皇怎么见不到 大黑狗乌嗷大叫 不仅是他 连叶凡与庞博也都见发现不了 甚至想观摩 他是如何落笔的都不能 越是仔细盯着 双眼越是发花 南南你见到了什么 叶凡轻声问道 我只见到一个可爱的鬼脸 他很调皮 又哭又笑 总是挡在那些字前 小南南大眼睛纯净无瑕 长长的睫毛轻颤 这样回应道 刷 狠人消失了 无始大地头顶大钟 夺步而来 头上的大钟 垂落下万道混沌 如丝涛一样迷蒙 他与天地合为一体 见不到真容 站在方才狠人的位置 似在观摩某些古字 然后露出思索的神色 很长时间后才画刻起来 这一次 依然一无所见 那口大钟垂落下的混沌思涛 挡住了一切 根本不知两位大帝所刻为何意 我知道了 两位大帝跨越历史长河在较量 大黑狗叹道 他想到了一些往事 你知道什么 李黑水忍不住问道 按照古籍记载 无始大帝曾说过 大黑狗捣鼓 几人都露出异样的神色 这死狗每次说是古籍记载的 可是便问东荒 都没有人见过那样的古籍 不过他们也不好打断 狠人大帝诞生得很早 比无始大帝早出生足有十万年 纵然是大帝也不可能不死 两者间相隔的岁月太漫长了 不可能相见 但是 无始大帝却曾了解到了对方的战力 对狠人大帝的评价是 很强很可怕 说是见到了他留下的道痕 原来较量发生在此地 跨越时间长河的对决 可惜再也无缘见到他们的身影了 多少人皆归于黄土中 大黑狗长叹 听你这样说 古之大帝 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 叶凡心中很不平静 原本他还是有一些遐想的 可现在却觉得 那次希望破灭了 唉 大黑狗轻叹了一声 这死狗的秘密太多了 我们对他施展大行逼问出来 图大嘴巴建议 忘 好了 别吵了 我们还是赶紧摘屋倒茶 然后离开这里吧 叶凡道 这个地方是名传万古的不死山 是东荒七大生命禁区之一 多耽搁一刻 就多一丝危险 叶凡收了五十几枚稻叶 就彻底没法采摘了 麒麟神药种子 被早已成为粽子 被包了个严严实实 他心中一动 将大神编取了出来 递给了磅礴 让他以此尝试下 对啊 连骨质圣贤的骨头渣子化成的新纱 都无法洞穿 说不定真的是神根炼化而成 正好拿来试试 磅礴手持打神鞭 小心采摘雾道茶叶 叶凡池麒麟种子在下面接着 避免猜测错误 而浪费掉珍贵的稻叶 刷 雾道古茶树的叶子 吸附在了打神鞭上 并没有坠落向一旁 这让几人都吃了一惊 这真的是神根炼成的 果然是秘宝 可惜只能打神时 威力不够强大 大黑狗道 磅礴动作很快 满树道叶犬都被采摘下 吸附在了打神边上 金银闪闪 小麒麟 小太阳 小月亮等各不相同 金银闪烁 充满大道的契机 所有人都激动无比 纵然两枚合在一起 才顶得上一片成熟的叶子 也足抵五十余枚误道神茶叶 传出去 德化圣主都要疯狂 会为此大打出手 这是仙真 是难得的圣物 可让人心灵凝静悟道 纵然一两枚不一定成功 可八九枚肯定能悟道一次 四集以后 修饰需要悟 才能突破境界 多悟两三次 说不定就会突破智骨 更上一层楼 这是珍贵的神物 有海量的圆 也很难买到 一般都不会出手 悟道古茶树已经光秃秃 可是依然玄妙无比 像是勾动了至高的道 给人很特别的感觉 干脆 我们将它挖走算了 李黑水出主意 不错 是个好想法 土飞点头 神表赞同 我来挖 叶凡想亲自动手 毕竟是经验人士 挖过不死神药的根 我来帮你 磅礴上前 想要相助 你们是蝗虫吗 怎么比本黄还坚决 摘走叶子也就罢了 连根想挖走 连根毛都不想剩下 也太过分了 大黑狗有些目瞪口呆 以后 你还指望进来吗 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叶凡道 将小楠楠放在地上 准备动手 大黑狗快无言了 道 你们怎么比我还像我啊 难道是受本黄影响所致 几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觉得确实比黑黄还黑黄了 大黑狗继续道 你们快打住吧 除了不死山外 别处都栽不活他 巫使大帝当年试过 差点没把这株老树给折腾死 真不愧是经常遭天打雷批得主 居然做过这样的事情 徒大嘴巴咕弄道 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想做 不能挖根 我们折几段树叉总行吧 我感觉这些树枝也都有妙用 磅礴道 没错 当该如此 图飞响应 刷 光芒大盛 五色冲天 七彩碧日 这种老树连根拔地而起 两条大主根跟人的两条腿一样 非常形象 搜搜搜 他破土而出 撒鸭子就跑 速度快到极致 眨眼就没入了不死山深处 我昏 他 跑了 图大嘴巴 嘴脸得很大 彻底合不上了 庞博 也是彻底傻眼 那树老树 居然撒腿狂奔 惊得他下巴差点掉下来 好长时间才到 妈的 裸奔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张口结舌 好半天都无语 这个老树也太有喜感了 竟然这样跑掉了 让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怎么样 傻眼了吧 大黑狗唾沫星子乱喷 挨个地数落 愤愤不已 道 你们要是不将他吓跑 我们在这里打坐两个时辰 顶得上在外面苦修一个月 悟道古茶树 是不死神药中的一种 自然可以飞天遁地 自行选择七居之地 很难抓住 行了 知足吧 我们将满树的稻叶都给摘下来了 随便一片拿出去卖 都是数十万斤的圆 我们等于挖到了神藏 里黑水星都在滴血 但却在这样自我安慰 此刻 唯有小楠楠很安静 眨动大眼 好奇地打量不死山中的一切 走吧 别耽误时间了 赶紧离开 磅礴催促 小楠楠又坐在大黑狗的背上 以柔嫩的铜鹰指鹿 沿着金色的镇纹蜿蜒的方向前行 这 很明显是冲不死山脉中心去的 我们到底是在寻生路 还是在自寻死路 几人都犯嘀咕咕了 不死山脉的中心 没有人知道有什么 连当年的虚空大地 都是抱着玉石巨坟的决心进入的 他们如何不忧虑 两旁 一座座黑色的大山 气势磅礴 缭绕着雾气 神秘无比 这些都是山中之王 月中之黄 每一座在天下间都难寻 无比破人 几人感觉像是回到了鸣鼓前 轰隆隆 河水咆哮的声音传来 他们都吃了一惊 前方一条黑色的大河在奔腾 黑得发肾 没有一丝生气 让人光看着就心里发毒 浪涛汹涌 如一条黑色的恶龙将要腾空而起 让人心神不宁 在他面前倒心不稳 生命本源悸动 明河 这个世上真有这种水 大黑狗则舌 传说 这是幽冥地府中的大河 居然在现实中见到了 让他们不得不惊 看 那里有还有一口拳 黄得吓人 里黑水点指 就在黑色的大河畔 有一个泉池 黄如湿水 格外的吓人 鼓鼓而流 在不远处形成一个湖泊 黄泉 叶凡心惊 没错 真的是黄泉 难道却有九幽不成 大黑狗狐疑 黄泉形成的湖泊 如一颗黄色的龙珠 黑色鸣合 则像是一条恶龙 两者相合 形成了一幅很可怕的景观 这片恶水下 有不可思议的东西 千万不要过去 叶凡提醒 他的元术可观山川地脉 觉察到这里 必是大凶绝地 不死神药 不错 快看 真的有不死神药 磅礴 涂飞 李黑水等人惊呼 连大黑狗也流出了口水 就在那黄泉中 缓缓浮出一株黑色的神草 香气袭人 富裕芬芳 让人难以自拔 恨不得立刻扑过去 他形似一株幽兰 金银点点 像是墨玉刻成 流动着醉人的光彩 在黄泉重臣服 有大道气域 几人吸了一口气 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 神清气爽 像是接受了最为圣洁的洗礼 仿似要举霞 飞升了一样 天哪 真的是一株成熟的不死神药 要是能采摘到手 将来到了晚年 命缘干涸时 吃下它 可以再活一时 咱们一定要想办法采摘到手 这种逆天圣物若是错过 将是一辈子的遗憾 几人都激动了 真正的不死神药 可比采摘到的悟道神茶叶 吸针很多倍 唯有悟道古茶树 接触的不死神果 才能够与之相比 可惜 悟道古茶树 接触的神果成熟后 挂在枝头千余年 就会自行脱落 数十年前 也不知道是被不死山中的 恐怖生物摘走了 还是自行脱落了 若是想要重新开花结果 最少需要五千年才能成熟 甚至会超过万载岁月 拼了 我们一定要将这种不死神药 采摘到手 是不再来啊 连磅礴都下了这样的决心 等一等 本来叶凡也心动了 可是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绝代神王复生时 曾有三个活了四千多年 而不死的逆天老妖孽出世 打破了绝顶高手 只能活两千多岁的寿源极限 足足延长了一倍有余 当时 那三个老妖孽曾说过 四千年前 被神王追杀入不死山中 大难不死 误食了幽冥草 才活到今天 这并非不死神药 这是可怕的幽冥草 吃下去会让身体成为腐尸 没有神识不朽 叶凡拦住了几人 他彻底想起来了 三名逆天老妖孽曾说过 幽冥草是在一个黄泉池中摘到的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叶凡详细说完后 几人都倒吸冷气 幽冥草有部分具有不死神药的特性 但更有可怕的副效果 这种东西不能沾惹 太可惜了 磅礴 狐妃等人都无比的遗憾 大黑狗更是诅咒连连 他们不得不再次上路 远远地绕开了明河与黄泉池 那里是绝世兄弟 隔着很远 就让人阵阵发毛 直至走出去很远 他们才尝出一口气 莫名的压抑感终于减弱了 前行了树里 草木减少 岩石多了起来 他们进入了一大片石牙间 土地干硬 古墓只有稀稀疏疏的数几株 这里很干燥 到处都是巨石 几人在一座黑色的石牙下 发现了几个人为开凿出的鼓洞 刀斧痕迹明显 镌刻满了岁月的风霜 有人来过这里 他们发现了一具骨架 跟玉一样经营 也不知道过去多少年了 依然有光泽流动 趴在一座鼓洞前 这肯定是一位绝顶高手 进入不死山中 多半是为了续命 却死在了这里 咦 他身判有一块金色的令牌 还有一张骨卷 并没有腐朽 涂大嘴巴眼间 发现了玉骨架下的异常 宝贝 这么多年过去了 都没有毁坏 肯定是好东西 大黑狗第一个向前扑去 小男男指路 几人都跟了过去 来到鼓洞外 呛 大黑狗以大招子 将那块金色的令牌 抓了起来 灿灿生辉 但却寒冷刺骨 无尽杀意弥漫而出 惊得他一下子 又扔在了地上 荡 金色的令牌 不过巴掌大 上面只有一个鼓字 杀 就这一个字 透发出的杀意 让黑黄与叶凡等人 都如坠冰窖 有些难以承受 全都心惊肉跳 杀意太重了 像是以千万生灵的鲜血染过 一个字透过万古 传来无尽的杀伐之气 几乎要催断人的筋骨 怎么比绝世凶兵还要可怕 这是什么东西 磅礴震撼 这绝不是兵器 并没有烙印上道文 只是一块令牌而已 但却有横观万古的杀意 一个杀字 几乎要崩裂几人的心魄 这是盖世凶物 他们对这块金色的令牌 心有忌惮 不敢轻易触碰 他似乎真的沾染过 千万生灵的血液 森寒刺到人的骨头里 大黑狗将骨架下的骨圈 抓了出来 可是他似是受到了惊吓 几乎刹那间又扔了出去 惊叫出声 怎么了 几人全都倒退 这是人皮 是从骨枝圣贤身上包下来的 十几万年不朽的神之皮肉 大黑狗颤声道 什么 这是骨枝圣贤的皮 所有人都惊住了 这张圣贤人皮 并未损坏一丝一毫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万年了 竟还有光泽在流动 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小字 快看看 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几人都呼吸急促 心绪不宁 以骨枝圣贤的皮肉 留下这么多字 一定不是凡物 第462章 天庭传承 圣贤之皮 四四方方 能有一尺多长 完好无缺 晶莹近乎透明 光泽点点 神秘而又诡异 让人心中不宁 上面的小字密密麻麻 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都有 足有数万字 一般人的视力根本看不清 字迹很小 这些古字铁钩银滑 苍静如龙蛇 像是千万把刀剑被钉在上面 圣贤神皮透出晶莹的光泽 可不杀一盏人心魂 此时 几人仿若站在极寒之地 冰冷刺骨 像是在面对千万哭嚎的生灵 眼前似有石山血海浮现 究竟是什么人 将古之圣贤的皮剥落下来 纪念成记载文字的纸张 让人惊惧 这种手段残忍 而又可怕 大黑狗被古之圣贤神皮上的杀一所设 大爪子都在颤抖 最终铺展在了地上 连他都无法持有 可想而多么的恐怖 肯定不是地上这具白骨的皮 因为 他绝对没有达到圣贤境界 传说古之圣贤纵然死去 每一寸血肉与肌肤也都不会腐烂 而他只剩下了白骨 这是 杀人圣法 大黑一边读那些古字 一边忍不住颤抖 根本平静不下来 所有人都凑到了镜前 竹字竹句向下研读 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可是此刻却心绪起伏 激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古之圣贤的神皮上 记载了各种杀人之法 堪称诡异而可怕绝伦的圣术 无所不用 专为杀人而开创 真是太恐怖了 他们看了少半 浑身便都冒出了寒气 头皮都有些发麻 杀人秘术防不胜防 他们自问若是对上 多半会凶多吉少 杀人之术 演化成了一种道 这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斩杀世间一切生灵 以手中滴血圣剑 成就无上道过 这是一本邪书 这是一宗魔卷 真的该毁掉 图大嘴巴颤声道 错了 这是一种无上大道 值得借鉴的地方很多 若是掌握不去杀人 却也可用来保自身性命 李黑水道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大黑狗盯着圣贤神皮 还有那枚金色的令牌 心神震动 他想到了某些古老的传承 你知道他什么 几人都吃惊 全都盯住了他 他是 天庭的杀人圣术 大黑狗轻叹 心中出现无尽的回忆 波澜起伏 难以平静 天庭 几人都被镇住了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此天庭非比天庭 远古年代有三大杀手神潮 为万事不朽的传承 甚至比东荒的古老圣帝 还要久远 大黑狗悠悠到来 杀手组织演化为圣帝 继而成为不朽的神潮 可想而知 他们的恐怖 几乎让天下人坛 杀自色变 诸圣帝都惧怕 却无可奈何 深深忌惮 从来不敢去招惹 因为三大杀手 神潮太恐怖了 连古之圣 贤都敢刺杀 远古的杀手圣帝 绝非后世的刺杀组织可比拟 从不杀无名之辈 只杀半部大能以上的人物 这也太吓人了 土匪他们悚然 远古的传承 可怕的杀生大盗 的确无与伦比的可怕 黑黄叹道 天庭 人世间 地狱 三个名字众罗万军 代表了十几万年前 最恐怖的三种传承 这是远古的三大杀手神潮 并不是说 他们的秘法 超过诸圣帝的古经 而是因为他们的道 是专为杀人而开创的 防不胜防 他们要以此来政无上道骨 远古三大杀手神潮 都斩杀过古之圣贤 这样的恐怖势力 谁能不怕 且 他们都出过举世无敌的杀手圣贤 以杀生大盗 步入圣贤境界的人 光是想想 就让人头皮发麻 他们的一生 都是自尸山血海中爬过来的 搏杀圣术举世无双 若是想刺杀谁 几乎已判定了那个人的死亡 在荒谷前 天庭 人世间 地狱三个名字 是一种无上的威慑 没有人敢对抗 不过 这种无形的恐怖气氛 让诸圣帝非常的不安与不满 最后联手 对三大杀手神潮动手 诸圣帝选择的时机很好 那时他们都发展到了 极度鼎盛的地步 出现了几位无上圣贤 而三大杀神潮的老圣贤 却作画在即 没有多少力气出手了 未有后继者出现了 那是荒谷前的一场金石大战 诸圣帝全都参与了 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几次 称得上是一场人族大祸 那一亿大地流血 远古杀手神潮无孔不入 到处刺杀 称得上是一个极度黑暗的流血年代 也不知道有多少绝顶高手陨落 最终 诸圣帝以绝对实力占据了上风 用极道武器 镇死了三大神潮即将作画的老圣贤 一战攻城 排名第一的天庭就此分崩离析 被彻底铲除 再也没有传承延续下来 诸圣帝对他们重点围攻 击毙了这一神潮所有绝顶高手 人世间与地狱两大远古杀手神潮 并没有绝灭 但却从那一战之后 销声匿迹了 再也不负昔日辉煌 因为 他们知道 没有古之大地的极道圣兵在手 纵然个人杀伤力世间无敌 杀手记忆无双 也对抗不了几道圣兵的镇压 相传 这两大杀手神朝远走中洲 离开了东荒 也有人说东荒 还是他们的大本营 不过却无比低调了 后荒谷时代 人世间与地狱也出现过 但是却再也不像荒谷前那样 君临天下 连诸圣帝都要避退了 天庭 你是说 这是远古第一杀手神朝的杀生大树 几人都呆住了 这具雪白如玉的骸骨 竟然是十几万年前的人 是天庭的绝顶杀手 死在了此地 可以想象 当年黑暗大动乱 天下珠墙供角杀手神朝 而天庭更是被重点围攻 这个人走投无路 逃进了不死山中 叶凡几人终于明白 为何古之圣贤的神皮 与那枚金色的令牌 为何杀一次古 让他们难以承受了 远古第一杀手神朝的信物与心法 自然会如此 需要仔细研读 这是一宗可怕而古老的传承 即便不去暗杀别人 也足可以用来保命 叶凡仔细观看 他现在的处境 严重缺少各种圣术 金翅小鹏王 以及诸圣子等虎视眈眈 且狠人传承扑朔迷离 不知究竟有几人 皆有盖世圣术 他需要抗衡之法 几人都蹲下身来细读 天庭的传承 可谓价值连城 若是流传出去 必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甚至会引起无边的血雨腥风 他们读完正面 又看背面 越读越心惊肉跳 杀人果然是无所不用 卑劣的光明正大的防不胜防 最终 圣贤人匹古卷终结 指出还有天庭传承下卷 也是核心所在 竟然是九蜜中的一种 怪不得在远古年代 可以呼风唤雨 竟然掌握有九蜜之一 该不会就是圣牙的那一蜜吧 呵呵 小女孩的笑声传来 几人光顾着看圣贤人匹传承了 未曾注意小喃喃 此时惊恶地发现 她正在与几个小生灵嬉戏 发出欢快的笑声 这座石牙下 有几个鼓洞 斧凿痕痕迹明显 小喃喃跑到了一座鼓洞前 黄金小马 金色的小燕子都围在她的身边 无比地乖顺 任她抚摸 那是什么 几人吃惊 金色的小马不过一尺多高 身后还拉着一辆黄金小马车 金色小燕子能有半个巴掌大 翩然飞舞 有还一尺长的金色小牛 在小喃喃身畔拱来拱去 此外 还有一些奇异的小生灵 叫不上名字来 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 不是血肉之躯 都是黄金之身 但却都能够行动 活灵活现 这几个鼓洞是神矿 里面有圣物 已经通灵 是炼器的瑰宝 大黑狗激动地叫了起来 几人都舒得站了起来 对于修士来说 秘笈与兵器永远是珍贵的东西 谁都会动心 天哪 太神秘了 金色的小马车中有小人 黄金小人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扯着小喃喃的袖子 蹦跳不已 栩栩如生 无比神秘 他们都来自鼓洞中 我们进去看看 几人就要向前走去 忽然一座鼓洞中 传出一阵可怕的威压 随后 更是亮起一堆碧绿的毛子 有泪光流动 如神灯一样璀璨夺目 照得人无法睁眼与之对视 在这一刹那 几人都被定住了 一动不能动 如坠兵教中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鼓洞有未知的生灵 大哥哥 你们怎么了 小男男发现了异常 跑了过来 用小手推他们 至此 几人才恢复行动 可是那种无形的威慑 还在 彻底锁定了他们 赶紧走 鼓洞有神经通灵了 将来多半会成为圣灵 大黑狗小声道 叶凡忍受无边杀意 将金色的令牌 还有古之圣贤的神皮封印 收了起来 几人快速倒退 远离几座鼓洞 小男男一一不舍 向后挥动小手 对那些黄金人马等小圣灵告别 直到走出去很远 那种恐怖的威慑才消失 至此 他们才长出一口气 绝对有非同寻常的存在 若是没有小男男的话 他们都会死在那里 那具白骨架 就是前车之剑 男男 那些小生物 怎么跑到你身边了 叶凡详细问道 男男也不知道 他们很可爱 是主动来到我身边的 小男男娇憨地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里面可能有大地专属圣物 鲜泪滤精 大黑狗沉声道 什么 所有人都惊叫了起来 那显然是一座神经矿 你们注意到没有 那双眸子是绿色的 有玄妙的泪水流动 肯定是仙泪滤精 大黑狗越发地确定 黄血赤精 龙蚊黑精 仙泪滤精 都是无上圣物 可遇不可求 古之大帝都 不一定能够收集到 就更不要说常人了 那块仙泪滤精已经通灵了 将来可能会成为圣灵 纵然是绝顶高手来了 也无法对付它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几人又是吃惊 又是遗憾 竟然有无上圣物在此 让他们心中震动 可惜却不能取到手中 吃足吧 我们得到了天庭的杀盗胜数 重新组建这一远古杀手神潮 都可以了 前行了十几里 黑色大山越发气势磅礴了 仿佛不知不觉间 来到了太古岁月前 古老的气息在流动 让人心悸 又前行了十几里 黑色的大月 像是上底天庭 下压九幽 巍蛾而射人 古木狼铃 缭绕着带撞黑雾 刷 一道清光自前方的 黑色大山中冲起 划破长空 飞向不死山脉深处 自天空中流动下 沁人心脾的芬芳 那是 你们见到了吗 是一只青涩的乌龟 它怎么能在不死山中飞行 我们都不行 不对 它生有根筋 隔着这么远 还有这样醉人的芬芳 那是一株不死神药 几人都站在了原地 非常吃惊 不死山中 果然有金氏仙真 可飞天遁地 自行选择七居之地 他们竟亲眼见到了一株 那是传说中的不死神药 万岁 想不到它竟然在不死山中 大黑狗馋地 差点将自己的舌头咬掉 天地间 每一株不死神药 都是唯一的 只要死去 就会彻底从世间绝肿 再不可能出现 纵然是太古前 神药也不够那么几株而已 每一株是什么样子 都有详细的记载 这种名为万岁的不死神药 成熟的药株 形似一只青色的小玄武 拥有无尽药力 相传 吃下成熟的小玄武 可以延长寿元一万年 各种不死神药 药效皆不相同 有的可助人物大道 有的可赋予人无上神能 这株万岁神药 则侧重延续生命 不愧是千年亡八万年归 吃下它 可以延长寿元一万年 这也太逆天了 比得上大成圣体的寿命了 突飞哗哗地流口水 一万年啊 古之大地 每人都养一株不死神药 它们活得绝对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 庞博也心动了 我们要是能抓住它就好了 李黑水双眼放光 很难抓住 肯定是那株老茶树撒鸭子逃跑时 惊动了万岁神药 它现在飞天而去 顿向不死山深处 是在防我们呢 大黑狗懊恼 责怪几人 吓坏了雾道古树 这不死山中 还真是神秘莫测 什么东西都有 酒窍食人 雾道古树 幽名草 仙类滤精 现在连万岁药都陷踪了 叶凡清探 那里有房子 有前行树立后 小楠楠忽然伸出小手 指向前方 前方 有很多黑色的大山 其中几座气势成魂 虽然并不是多么高大 甚至比周围的大岳矮了一截 但却有山中之尊的气象 怎么会有古建筑物 在那几座山上 有些古老的殿羽 似是古神庙 又像是破道关 非常的陈旧 这是什么人见的 敢在不死山中 住出这些东西来 真是不可思议 第463章 无头骑士 几座黑色的山体上 破败的殿羽很古旧 按照黑黄所说 那是十几万年的建筑风格 与当时大不相同 很显然 那些古殿都刻有道文 不然纵然是神铁 也都早已腐朽了 不可能存世这么久 他们很想登山去看看 但是小楠楠却说 那里被黑色的纹络覆盖 没有一条金线 到处都是带撞黑雾 大黑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 没有金色的生路 那里肯定是必死之地 我们万不可接近 他们远远地观看 共有四座山峰 有古建筑物 且在那些山上都有药田 栽种有许多药草 药香 你们闻到了吗 浓烈的药香 是上万年的灵物啊 在外界 想要寻到一株数千年的灵药 都很难 此地却有超过万载岁月的灵药 土飞 李黑水等人都迈不动脚步了 伸着脖子 盯着黑色山体上的药田 浓郁的药香 正是从那里飘来 不死神药 天地间有树 不过几株而已 可是其他奇珍灵药 却可以大规模繁殖 并不具有威仪性 此地 自荒谷以后 几乎没有人能进来 那些灵药 也不知道生长多少万年了 枯萎了有繁盛 都是绝世真品 不登上山巅 不靠近那些建筑物 只采几株西式灵药 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吧 磅礴都有些忍不住了 四座黑色的矮山 每一座的半山腰 都有一块药田 很明显是人为开垢出来的 都不是很大 但药香却浓郁扑鼻 喃喃 仔细看看 药田周围 有没有金色的纹落 叶凡轻声道 只有一两条 都没有通到药田中 相隔还有一段距离呢 小楠楠天真的回答道 上前去看看 不行的话 我们立刻退走 叶凡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们选定第三座矮山 那里金色的纹落 别的山地多上一条 且药田距离山顶的建筑物较远 几人一路前行 终于来到了山脚下 都很紧张 绝世灵药长满了药田 若是能踩到十几株 绝对可以练出西式灵丹来 这样上万载岁月的灵药 一旦承担 必有生死人肉白骨之效 可与太玄门的九窍玲珑丹媲美 价值连城 是救命的神物 死人的骨头 刚来到山脚下 他们就发现了白骨 草丛中雪白晶莹 一看就是绝顶高手 不过片刻间 就发现了十几具 这些多半是那些寿源无多 晚年走进生命禁区的老圣主 很快 他们确定了 一些人的身份 有中周不朽皇朝的玉佩 有数人都是绝世皇主 可惜都死在了此地 不对啊 这些人怎么死在了山脚下 有古怪 我们速退 叶凡抱着小楠楠第一个倒退 这些都是绝顶人物 即将走到药田前了 怎么都死在这里呢 并没有采摘到一株灵药 他们快速后退 撤出一段距离 都觉得有些头疼欲裂 浑身血液似乎要燃烧了起来 剧毒 那块药田中 不仅有上万年的灵药 还有可以杀死绝世高人的剧毒之物 几人脸色苍白 浑身无力 几乎快软倒在了地上 肌体欲裂开 骨头似要折断了 没事 我们死不了 不久前才服侍过荒谷禁地的圣果 那种药力可解万毒 黑黄咬牙 让众人坚持 叶凡与小楠楠都未受影响 磅礴中毒症状也较轻 并没有大碍 各含一枚雾倒茶的叶子 那也是解毒的 而后 叶凡又取出神拳来 让美人都喝下很多 当又吞下一片雾倒茶的叶子后 他们都恢复了过来 连绝世皇主都可以毒死 我们要是没有识过不死神药 今天都暴毙在此了 他们心有余悸 这不死山脉中 一步一惊魂 他们站在山脚下不远处 像半山腰的药田观望 那里一片葱玉 有各种药草 根本不知哪株有剧毒 药田中有一具死尸 磅礴发现一具尸体 盘坐在药田中 周身干巴巴 金光流动 并未腐败 皮肤紧紧地包在骨头上 像是穿着一层金衣 那是一个光头 连一根发丝都没有 他肉身干瘪 但却并未腐烂 李黑水咕弄 叶凡心中一惊 道 是来自西墨的和尚 今生未坏 显然是的道高僧 这个和尚最起码死去 上万载岁月了 他的实力比圣主要强大很多 堪比当时的绝代神王 黑黄做出这样的判断 连这样的人物都死在了上面 还真是一出兄弟 像这样的绝代高手 肯定不是被毒死的 上面还有未知的凶险 大黑狗露出凝重之色 彻底打消了 上去采灵药的打算 药田里还有一颗头颅 徒飞吓了一跳 他发现 那颗头颅也有干瘪的皮肉 他头戴紫金罐 白发如雪 头颅像是被人撕下来的 断裂处很不平整 静静地横沉在药田间 触目惊心 赶紧走 这个地方不能久留 叶凡没有让小男男去看 趴下住小女孩 他们快速后退 而在这个过程中 竟发现了四株上万载的灵药 生长在薅草丛中 若不是药香弥漫 根本不可能发现 徒飞哈哈大笑 上前一一采摘了回来 四株灵药 全都运有五色神光 凝结有强大的生机 是天地灵秀滋养出的 每一株都晶莹闪烁 发了 能练出绝品灵丹来 每一株都是一条命 徒飞大嘴 都快咧到耳叉子去了 他们推测 这应该是药田中 飞落下来的种子 在附近生根发芽了 矮山上的古建筑中 忽然传出咚的一声巨响 让他们的心脏差点裂开 古殿中有活着的生灵 他们头也不回得远去 再也不敢多停留片刻中 连今生老僧与那个老道 都死在了药田 那里绝对是大凶之地 咚 咚 后方 若有神谷在被泪动 响声沉闷 每一次都让人血流加速 体内的血管都快崩裂了 怎么感觉像是一个 强大生物的心跳伤 黑黄吃惊 道 若真的是心跳伤 堪比太古王族的强盛生机 几人跟那诸物道古树一样 被惊得撒鸭子狂奔 连头都没有回过一次 直至穿过十几道黑色的山岭 他们才放慢速度 这样不是办法 我们再一步一步 接近不死山的中心区域 磅礴沉声道 置之死地而后生 按照这些道文的布局来说 应该会有一条生路的 可以离开不死山 大黑狗不确信地说道 前行十几里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湖泊 当中竟有一条石鹅在翻动浪涛 一看就是恐怖的存在 怎么又出现了一个石态 我明白了 黑黄若有所思 这不死山中 究竟有几个无上存在不得而知 但有一个肯定是圣灵 九鞘石人 还有这条石鹅 都应该是他的子孙 他们远远地绕开 但是石鹅还是发现了他们 不过当盯住小楠楠后 他又沉入了湖底 没有再出现 几人都庆幸 若非有小楠楠的话 此行他们必死无疑 根本没有生路可言 不死山中一步一绝地 以他们的实力来说 走不了多远 域外神物 大黑狗叫了起来 大舌头吐得很长 满脸金色 就在前方 那里有一个青金圆盘 直径能有百丈 横在乱石堆中 几乎被巨大的石块彻底淹没了 正是几位圣主争夺的天外神物 他撞塌了一座山崖 被乱石埋在下方 闪烁着清冷的光辉 神秘莫测 古之圣贤祭练的神物 这可是瑰宝啊 别过去 那里有没有一条金色的纹络 彻底被乌光笼罩了 小楠楠的声音很柔嫩 什么 又是一个必死之地 大黑狗满心的失望 叶凡与磅礴也很无奈 没有人比他们更想过去弄个究竟 想看看到底是古之圣贤留下的神物 还是一种域外文明 最后 他们终于接近了不死山的中心区域 27座大山高耸露云 漆黑如墨 全都缭绕着带状黑雾 阻挡在前方 每一座都是大月中的皇者 气势破人 让人要窒息 他们雄魂巍峨 流动着亘古不变的恐怖契机 黑色的山体上 尽管古墨参天 郁郁葱葱 但却让人生畏 27座大月挡在正东方 你们看各个方位 都有一排大月病例 若都是27座的话 共有108座山中之王耸立 围住了不死山中心地狱 不死山中心到底是怎样一个所在 几人都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 可是却深知 一旦临近必死无疑 我们的生路在哪里 到了现在 他们都快绝望了 再前进的话 真的要翻过这些大月 进入最中心地狱了 那里有一个棋盘 充满了金光 小楠楠娇憨的指向一片古灵 充满金光的棋盘 大黑狗一下子跳了起来 道 一定是虚空大地留下的生之门 小楠楠指路 他们进入 这片原始老林中 果然见到一个巨大的棋盘 纵横交错 刻满了道文 不过除却小女孩外 别人都见不到那些金光 太好了 这肯定是生之门 可以慢慢摸索出门道 黑黄很兴奋 这是一位大地客下的 穷天地知极境奥妙 对于他来说 是一处神藏 大黑狗蹲在棋盘旁边 开始沉思 几人看不出所以然来 向寺外打量 不好 不死山中心 有生物出现了 里黑水压低声音道 他神色大变 真的有生物出现了 磅礴吃惊 二十七座大山并立前方 挡住了中心地狱 魔云缭绕 一只生灵飞了出来 起初很模糊 而后穿过黑雾后 一下子清晰了起来 他没有头颅 叶凡瞳急皱收缩 所见匪夷所思 那是一个无头骑士 身穿黑色铁衣 高大而神武 手持黑色的长矛 有涉伏天地之姿 可惜没有头颅 在骑警巷处 沾染着不少血水 在他的座下 是一匹高大的石马 摇头摆尾 昂首长丝 强大骇人 网口大的石蹄子 每一次落下 都踏裂虚空 不死山中心 出现这样一个无头骑士 实在害人心神 唯一让人心安的是 他并没有过来 仅在二十七座大月间出没 这不死山中心 到底有什么 居然出现这样一个恐怖存在 没有头颅 却依然活着 根本看不出他的深浅 但是那匹石马 就已经那样恐怖了 可想而知他的实力 无头骑士极度可怕 相距此地 还有十几里远 但是他所透发出的强大契机 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如潮水在汹涌 黑黄你琢磨出门倒霉 叶凡催问 若是不能赶紧离去 无头骑士发现几人的话 可能将有大祸 他是从不死山中冲出的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根本无法判知 纵然小男男来历非同寻常 也见得能够震住 好了 本黄琢磨出来了 这是古之大帝留下的震文 我们可以借此横渡虚空而去 大黑狗道 他满心欢喜 不仅可以逃离此地了 还得到了这样一副震文 让他无比的激动 你确信看明白了 叶凡问道 他觉得这死狗做事太不靠谱 每次横渡虚空都偏差数百万里 他真怕在这里出现大问题 本黄是谁 放心好了 大黑狗傲然道 不过最后还是有些心虚 道 不过 为了稳妥起见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来 谁先来 听他这样一说 没有人敢答言了 实在是对他没有信心 大黑狗很气愤 道 就这么不相信本黄吗 那好吧 我先来吧 庞博道 不 我们一起来 叶凡阻拦 庞博笑了 这死狗说的有道理 还是一个一个来 比较稳妥 放心好了 咱们都是福大命大之人 大黑狗更加气愤于恼怒了 道 你们怎么能这样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 一定要将庞博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叶凡道 放心好了 绝对没问题 就将它传到不久前 我们刚离开的望空城吧 大黑狗一副静在掌握中的样子 它在棋盘上选定了一个位置 而后让庞博站了上去 几乎密布在旁边的道文 光芒一闪 庞博一下子就消失了 而在原地 出现一系列奇异的符文 闪烁个不停 悬傲无比 大黑狗见到这一情景后 嘴巴张得很大 舌头差点掉在地上 结结巴巴 小声咕弄道 妈的 怎么一下子传这么远 见鬼了 叶凡感觉大事不妙 一把揪住了它 道 你把庞博传送到哪里去了 别急 没传多远 以后肯定还能见到它的 大黑狗心虚地解释道 听它这样一说 叶凡更加确定了 肯定远的霉边 揪住它不放 道 快说 你倒把庞博弄到哪里去了 你不用担心 很近 就到了东荒的西边而已 大黑狗解释道 这还近 我们在东荒的中部地狱 你将它送到了西部地狱 指望它自己飞回来 最起码需要两三年 叶凡气愤 大黑狗干咳 更加的心虚了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不小心 将它送到东荒的西边去了 确切地说是 中州 死狗 我杀了你 叶凡掐着大黑狗的脖子 气急败坏 火冒三丈 磅礴被传送到中州去了 指望它自己飞回来 最起码需要飞上五六年的时间 要是足够远的话 十几年也说不定 这死狗太离谱了 土飞与李黑水 也瞠目结舌 愤愤不已 放手 大黑狗挣扎 不过明显底气不足 知道自己惹出娄子了 你说传到东荒中部地域的望空城 结果却偏差到了中州 有你这么离谱的吗 叶凡想揍它一顿 可 自古以来 中州人杰地灵 古老的传承无尽 磅礴得到妖帝古经 如今最欠缺的就是历练 它去了中州 对它来说是好事 大黑狗阵阵有词 这死狗太不靠谱了 李黑水与土飞 也都气不过 不管怎样说 能够传送出不死山 就值得庆幸 大黑狗越说底气越足 而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惨叫道 坏了 雾道茶有一半都在它那里 五十多片叶子 叶凡将打神边交给庞伯 用它来采摘雾道茶叶 还保留在它那里 大黑狗惨叫 无比地懊恼 叶凡却尝出了一口气 庞伯一人独自去了中州 有这些神物在手 总算有了一些保障 分雾道神茶叶 赶紧分掉 大黑狗叫让 叶凡手中的麒麟种子上 也有五十枚左右的叶片 当下分了开来 大黑狗 涂飞 李黑水 都分到了十几片 这一次谁来 大黑狗问道 打死也不相信你 李黑水与涂飞一起摇头 不相信我的话 就只能困在不死山中 大黑狗撇嘴 到了最后 涂飞鼓起勇气站了出来 道 死狗 你要敢把我传到中州去 我回来跟你急 放心好了 刚才不过是失误而已 这次保证没问题 大黑狗信誓旦旦 涂飞站好 踩在道文上 一动不动 黑黄在旁琢磨片刻后 激活道文 自语道 这次不会那么离谱了吧 刷 光芒一闪 涂飞失去了踪影 原地浮现出一系列奇异的纹络 玄秘无比 大黑狗目瞪口呆 结结巴巴 说不出话来了 一见他是这种表情 叶凡与李黑水都知道坏了 这死狗又出大错了 两人起扑了上去 掐住他 道 你把涂飞转送到哪里去了 可 松手 这次不算远 送他去了北边而已 大黑狗道 北狱 可 是 北狱 我杀了你 李黑水掐住他不松手 北狱与东荒 中州 南岭 西末并列 是这个世界的最北端 与东荒的北狱 完全是两个概念 北狱 上百万里都不见人烟 无比的荒凉 不是大草原 就是大哥比 走上一辈子 很有可能见不到一个人 你竟然将他传送到了 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李黑水跟黑黄掐了起来 哄 忽然 不死山中心地狱 那个无头的骑士 散发出滔天的波动 骑着那匹高大的石马冲了过来 马蹄子大如海碗 每一步落下 都登碎虚空 恐怖无比 坏了 死亡骑士杀过来了 叶凡惊道 这一次 我们一起走 快 站进来 大黑狗叫道 狗哥你要小心哦 这次千万不要把我们传送到西墨卷 小楠楠天真的说道 第464章 风足神岛 无头骑士高大雄伟 身上的铁衣流动寒光 气势破人 如一座磅礴的大月鸭来 他似一尊失去头颅的神奇 威势压盖天地 连苍穹都因他在颤抖 无尽黑色的大山都隆隆作响 街窑动了起来 他手持黑色战矛 马踏长空 如冤四海 强大的战役直冲消汗 如一尊不死的上古战神 从那远古年间杀来 他引动不死山脉的可怕契机 无尽黑雾汹涌 整片天地都在马蹄下颤抖 万物都在毛风下哀鸣 轰隆隆 死亡骑士马踏长空 虚空崩裂 无尽黑色的大裂缝 蔓延向四方 不死山脉中 是一片恐怖的景象 大黑狗下的亡魂接冒 这样的无头骑士太可怖了 若是被他追到近前来 毛风一扫 所有人都要行神俱灭 他的大舌头吐得很长 心急如焚 大爪子连续滑动 改变阵纹的细微处 努力调节将要传送的方位 狗狗加油哦 小男男也很紧张 躲在叶凡的怀中 窃窃地看着 几乎已经冲到眼前的无头骑士 大黑狗拼命运转道文 一双大爪子最后猛力一拍 无尽光滑冲起 光芒一闪 他们自圆地失去了踪影 几人终于在最后关头 成功横渡虚空而去 在他们消失的刹那 无头骑士冲到了 毛风洞穿天地 崩塌空间刺在他们的虚影上 无与伦比的恐怖威压 如海啸一样在汹涌 让整片原始老林 瞬间成为了积粉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不过 虚空大地留下的阵纹病 没有损毁 依然保留了下来 这里自成一方天地 充满了大道的契机 也不再知道 在多少万里外 夜凡 李黑水他们浮现出 疑惑地打量四周的景象 到处都是金色的沙粒 太阳火辣辣 干燥与灼热 让人身体都快燃烧起来了 四周一片静悄悄 没有一点声响 这是一片金色的大沙漠 一望无影 所有沙力都炽热无比 在猎阳的照射下 释放出滚烫的热量 几乎要将人烤熟了 没有一丝风 热浪如烘炉 炙烤的人受不了 金色的大沙漠没有生命 像是有火焰在燃烧 狗狗 你不会真的 把我们传到西末了吧 小男男问道 声音很柔嫩 夜凡与李黑水彻底傻眼 无穷无尽大沙漠 在烈日的照射下 流动着金色光芒 像炙热的火炉一样 两人都怪叫了起来 死狗 我要包了你的皮 太离谱了 从东荒跨越中周 直接到了西末 闭着眼睛也比着精准 你是怎么传送的 两人扑了上去 按住了大黑狗 跟他掐了起来 这死狗太起人了 不痛揍一顿 难以平心中之分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而已 大黑狗自己 也有点发傻 你还能在远点吗 从这个世界的最东端 一下子来到最西端 你要是再不小心一点 是不是要把我们 传送到太阳上去 本黄有那么离谱吗 大黑狗咕弄 这还不算离谱吗 你可真是个人才 就是让小男男 来激活道文 也不会这么不靠谱 其实 西末也挺好的 须弥山上的大雷音寺中 可是一处神地 每年都有无尽的修士 去朝圣 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大黑狗道 叶凡与李黑水 想杀了他 这死狗到现在了 还嘴硬 振振有词 实在是欠打 你把庞博传到中州去了 把图飞送到了北渊 把我们弄到了西末 妈的 没见过你这么不着雕的狗 庞博还好说 去了人节地灵的地方 也许会有大机遇 可是你让喜欢热闹的图飞 情何以堪 在北渊走上数十年 都不见得能够见到一个人影 整天面对荒原 还不把他给憋疯了 两人一起数了黑黄 而小男男则很乖巧 在一旁玩沙子 一点也没有沮丧与担忧 四株数万载的绝世灵药 都在涂大嘴巴那里 他等于多了四条命 肯定死不了 大黑狗依然嘴硬 同时愤愤不已 后悔没有将绝世灵药掀分掉 这死狗太极品了 妈的 气死我了 扁他 哇 人狗大战发生 在金色的大沙漠中折腾了起来 犬飞声持续了很久 才慢慢平静下来 最终 他们向大沙漠外飞去 寻找绿色的大舟 寻找繁盛的城池 咦 不对啊 刚飞行出去数百里地 几人 就见到了聪裕的山峰 很快就出了沙漠 跟他们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随意出入我丰族阎舞之地 前方有人喝道 叶凡几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摸不着头脑 你说什么 丰族 哪个丰族 是丰皇那个小妞的家族吗 大黑狗问道 大胆 竟敢如此亵渎我族公主 那几人神色都不是很好看 大黑狗顿时怪叫了起来 而后恶狠狠地扑向叶凡与里黑水 道 小子你们听到了吗 这是东荒中部地狱 并没有到西末 刚才你们两个竟敢那样对我 他们很快就弄明白了状况 并未离开东荒 这片沙漠是丰族的强者 常年对战打出来的 能有千余里长 你是圣体叶凡 他是那只恶狗 有人认出了他们 神色都是一变 妈的 你们会不会说话 称呼他为圣体 怎么也要叫我圣灵啊 大黑狗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惊住了那几个人 丰族的人面面相去 最终没有多说什么 末日圣体连 中周无上大教的圣女都敢斩 他们自然不想出眉头 此地 距离丰族已不过数百里 可以说 已经到了这一圣族的重地 他们飞行而过时 意外见到很多人赶来 怎么回事 为何都云集向丰族 李黑水疑惑 叶凡拦住了一个行人 向他询问原因 意外得知 丰族圣主 1550岁大寿将至 许多人前来祝寿 叶兄 李兄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远空传来大笑声 大夏皇子下一名 与白衣小尼姑下一铃飞来 在他们的身判 还有几名老者 显然都是超级高手 下兄你们怎么来了 叶凡笑着问道 丰族圣主大寿将至 我们起来祝寿 下一名笑道 他们的族叔亲至 两人相随 想结识一些年轻的俊杰 故此才来到中部地狱 我们一同前往吧 大夏皇子笑着招呼 叶凡略微沉吟 而后便点头答应了 丰族圣主对他有恩 如今来到了这里 又被大夏皇子相邀 如果拒绝去的话 传出去实在不太好 丰族 东荒最古老的家族 极强大与神秘于一身 他们施法天地 得无上大道之傲 是一个极度强大的家族 从绝代神王选择他们 想让叶凡与之联姻 就可以看出端倪 在东荒这片大地上 没有人愿意招惹 都希望与他们交好 该族历经各时期的黑暗动乱 却鼎盛不衰 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庞然大物 俯视天下 底蕴之身后 少有比肩者 远远望去 丰族的气象 让人震撼 八百座悬浮的岛屿 星罗旗步 如一颗颗明珠在闪耀 每一座岛屿都与众不同 如同诸天净土 让人心神安宁 丰族真是让人吃惊 传说中有八百神岛 果然不假 李黑水赞叹 八百座岛屿一动不动 悬在天空中 鲜雾涌动 如同绝力的神土 仙趴盛开 飞铺流泉 五色缭绕 超尘脱俗 更有诸多宫阙坐落在上 雕梁化洞 盘龙飞凤 仙云流动 如世外的神之国度 许多仙鹤 彩鸾等灵晴 在岛屿间飞舞 在最深处 有无尽大山 耸立在高天上 气势磅礴 雄魂巍峨 射人心魄 在大月间 有一座宏伟的古城 永不沉坠 外人无法见到 最为强大的圣地各有一座 相传为神器遗留下来的 古老神城 丰族许多民宿 立在神岛外 对每一个人都笑脸相迎 不断拱手表达谢意 魏化型的狗 不得入内 有人拦住了叶凡他们 说什么也不让大黑狗进去 昔年 你们的宗主请我都不来 大黑狗愤怒 这是规定 不得带受宠入内 丰族的人 面色不是很好看 谁是受宠 本皇受的人宠都进去了 怎么不允许我进入 他气得叫嚣 伸出大爪子 指向一些圣地门徒 当中确实有被大黑狗俘虏过的人 此时恨不得包了他的皮 陶冶似的 进入八百神岛中 不想惹出更难堪的事情 让他们进去吧 丰族的一个老人走来 叶凡认识他 在北域神城时见过 对之行了一礼 不同的人被领进不同的岛屿 叶凡他们深入一座巨岛中 此地大多都是圣地的年轻弟子 他们几人进来 顿时引起很多人注意 来了不少圣子与圣女 每一个人都露出异样的神色 惊诧于叶凡还活着 因为半年期几乎已经到了 他居然还没有死去 可 叶凡咳嗽出一缕血迹 漫不经心地以白金擦镜 许多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在难遇时就见到长渴血 结果却可以大战狠人传承者化云飞 力战中周无上大教的圣女 现在他依然在咳血 令不少人皆富费 觉得他该天打雷劈 总是误导人 结果每次都斩杀一片 实在让人无言 叶凶身体还好吧 遥光圣子问道 他身体笼罩神环 难以让人生出恶感 圣光蔽体 如神之子行走在人世间 大概还能活上半个月吧 叶凡答道 叶凶说笑了 你一定可度过死关 遥光圣子微笑 既然你这个短命鬼 没有几天好活了 不如赶紧我与一战吧 金翅小鹏王走来 高大雄伟 金色眸子射人 他如妖神将士 无比的破人 我还怕你不成 你想站 那就站吧 我介意灭掉你 叶凡霍帝 转身面对这个 充满魔性的妖族男子 对方几次挑衅他 这一战不可避免 其他圣子与圣女接神洞 这可是当今 年轻一代的 两位绝顶高手 若是大战起来 必是龙争虎斗 是让人无比期待的 金氏一战 小鸟你的命可真大 飞黄咕咙 哼 金翅小鹏王冷哼 金色的眸子 射出两道冷殿 他与封凰等人 并未被逼入不死山 显而又显地逃了出来 却比叶凡他们顺利很多 彭兄要与人一战吗 风黄鸟鸟挪挪而来 虽然戴着五彩面具 但却奉一栋人 仙姿绝力 他倾笑道 今日不宜动武 可以延后一战 让我们一睹巅峰对决 所有人都露出异样之色 很清楚他与叶凡的关系 见他是这种态度 都觉得不久后 定会有好戏看 第465章 十日无多 巨大的神岛上 到处都是年轻人 皆是各大礁的精英人杰 都有傲人的天资 可是自陷到瑶光圣子 与姬家神王提几人后 所有人都自觉选择了低调 而后 当见到金翅小鹏王与叶凡后 众人更是再次收敛 生怕被这两尊杀星找上门来 金翅小鹏王向来桀骜不驯 他若是犯狠 六亲不认 据说他曾经连杀同族十三人 冷血而残酷 拥有一种天生的魔性 叶凡就更不用说了 没少杀圣地的门徒 瑶光 姬家的弟子有多人陨落他手中 甚至连子府的圣女都被他镇压过 不久前 更是斩了中州无上大教的圣女 有人挤人敢惹 年轻一代见到后都要绕着走 疯狂干预后 金翅小鹏王冷哼了一声 死死地盯住叶凡 道 就让你多活几日 屌人 再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现在就毙掉你 我不管这是哪里 叶凡疼地站了起来 向前逼去 金色的手指快点到了小鹏王的鼻子上 你敢指我 金翅小鹏王双眸倒竖了起来 右手一番 向叶凡的手指抓去 想要折断 当 叶凡手指吞吐神芒 斩向敌人的大手 要截断下来 他圣体出城 如今肉身无匹 就是想让金翅小鹏王暴怒而吃大亏 可是 两者碰撞在一起 却发出了震耳之响 铿腔如神鼓震动 金翅小鹏王登登后退了出去 手掌一片鲜红 有血在流淌 虽然将金翅小鹏王斩了出去 但是叶凡却心中吃惊 他的肉身何气强大 同辈中没有人敢硬喊 可是 金翅小鹏王却硬接了下来 尽管吃了大亏 但他的手掌并没有折断 这不符合常理 天鹏族可搏杀龙族 的确肉身无双 但也绝不可能与如今的叶凡英风 这显然非同寻常 哄 金翅小鹏王的双手间 有金色的血液在流淌 而后燃烧成金色的神光 受创的部位快速复原 他的手掌有力而强大 再无破损处了 这是 天鹏真血 他接受了天鹏真血的洗礼 众人吃惊 早年老鹏王探索一处遗迹 得到了天鹏真血 这是天鹏族的祖宗留下的不适圣物 可助他的后裔化成天鹏圣身 老鹏王自己用了一些 但剩下大部分保留了下来 此时 众人见到他掌指间有金色的血液 燃烧成神叶 一下子明白发生了什么 叶烧听到他们的话语后一正 而后非常地强势 向前逼去 再次指着金色小鹏王的鼻子 道 不服你再来试试 众人瞠目皆舌 金色小鹏王何许人也 谁敢这样对他 末日圣体果然无所顾忌 当着年轻一代所有人的面 就这样指着他鼻子冷吃 嗡 金色小鹏王冷哼 手掌大如波挤 向前拍来 发出万丈金芒 恨不得将叶烧打个骨断金折 当 叶烧依然不惧 抬手就迎了上去 墨盘大的金色巴掌 像是在打铁一样 震得整座岛屿都一阵摇动 圣体肉身无双 堪比圣主级人物 将金色小鹏王 打得倒退出去十几步远 虎口彻底崩裂了 鲜血长流 你以为天鹏真血 洗礼肉身后 就天下第一了 除非你挖出更老的祖宗来 得到鲲鹏真血 不然你尽可 来试试看 叶烧继续大步向前逼去 依然是伸出右手 指着他的鼻子 当着所有人的面呵斥 这种姿态可以说相当的不敬 叶烧却并不以为意 因为金色小鹏王太嚣张了 屡次挑衅要杀他 如此做事故意为之 诸圣子与诸圣女都站在一旁 每一个人都心头俱挑 天鹏真血洗礼肉身的 金色小鹏王体质 都不如圣体 彻底绝了他们希望 如今唯有以滔天法力 将之镇压方可 好好好 金色小鹏王冷声喝道道 此件事了 我与你决战 必以无上法力镇死你 叶烦二话没说 抡起金色的大巴掌 就拍了上去 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狂人 唯有比他更狂才行 金色小鹏王费 都要气炸了 被人指着鼻子呵斥 如今更是以金色的大巴掌来削他 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尤其是 此刻当着年轻一代所有人的面 让他难以承受 小叶子太缺德了 想逼怒金色小鹏王 以肉身吃死他 李黑水嘀咕 活该 省得他总是一副 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 每次见面都自恃无敌 俯视我们 傲气得不得了 就该如此对他 大黑狗道 当 又是一声大响 金色小鹏王被打得身体俱阵 他一声长笑 浑身金光大胜 如一尊魔神复苏 满头金发乱舞 要大战叶凡 我还怕你不成 叶凡向前迈步 手掌画成了金色的天碑 上面刻满了先天纹落 就要向前打去 够了 凤凰走了过来的 挡住了叶凡 他恶挪多姿 脸上的凤凰面具绽放五色光滑 通体晶莹闪闪 如九天玄女降临凡尘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叶凡漫不经心地问道 我爷爷一千五百岁大寿将至 你却在此搅闹 适何居心 丰族公主轻斥 你没看到 是他屡屡挑衅我吗 叶凡扫了他一眼 我只见到你 得理不饶人 凤凰话语冷淡 你也说了 我占据一个理字 你该去责问他才对 为何在丰族圣主大寿前 在此挑衅与搅闹 叶凡微笑 哼 惊斥小鹏王杀鸡毕露 但却强忍下了怒火 转身就走 他怕自己忍不住爆发 他走向巨岛的另一端 远离了叶凡 叶凡轻笑 与凤凰擦肩而过 不再理会 同别人交谈了起来 凤凰一正 见到他这副姿态 却也不好发作 冷哼了一声 转身离去 留下一阵心香 大厦皇子 妖月空与叶凡 还有李黑水相谈 他们身份超然 并不惧怕谁 其间叶凡询问白衣小尼姑 神残去了哪里 下一阵皱起穷鼻 哀声叹气 他在北域几次 见到神残 可是那只金色的小生灵 彻底遗忘了他 再也不理他了 最近更是消失了 这位是圣体叶凡兄吗 果然是一代英才 今朝得见 真是三生有幸 一个很斯文与秀气的男子走来 面色白皙 挂着温和的笑容 你是 叶凡疑惑 我叫赵发 无名小卒一个 无法与叶凶相比 此来只是仗着胆子 来交个朋友而已 赵发微笑 小心点 这个家伙可不是个善茶 来自紫微教 传承神秘 不是圣地 可门人却各个强大无品 妖月空传音道 叶凡听到紫微二字 心中顿时一动 不禁打亮了赵发极眼 他看起来很斯文 不像是一个修士 李黑水也传音道 我听说过这个家伙 不是什么好东西 口蜜附件 喜欢关键时刻下黑手 名声很不好 紫微教 实力不知如何 但是却富可敌天下 涉足各行各业 赵兄太客气了 相识就是朋友 何必如此见外 叶凡笑着回应 赵发说了很多 最终才点题 说明来意 想以重金收购 叶凡手中的龙文黑金圣灵剑 更是要买麒麟神药种子 叶凡略威斯所就明白了 世人皆知 他命不久矣 赵发只是想提前 得到他身上的瑰宝 避免错过 他不禁笑了起来 非是我不卖 而是不能卖 过几天 我可能要斩去自身的修为 以麒麟种子续命 做一个普通的凡人 至于龙文黑金圣灵剑 我也打算用来换取 绝世灵药用 只为延续生命 不仅赵发心经 就是其他圣子与圣女 也都忘了过来 他要斩去自身修为 只为了活下去 这是真的吗 这可是一件大事 叶凶遭逢如此恶难 让人痛惜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度过这一关 将来必可大放一彩 赵发笑了起来 而后转身离去了 片刻后 小楠楠仰起头 摇叶凡的腿 道 大哥哥 他不是好人 楠楠听到了 他刚才恶狠狠 楠楠你听到了什么 叶凡惊讶 蹲下身来 没有想到 小女孩的听力 也如此超长 小楠楠听到 赵发与人密谈 要对叶凡不利 等他临终前 洗劫走他身上的瑰宝 或者 他若成为凡人 对他下狠手 妖月空与大夏皇子都惊住了 他们什么都没有听到 小楠楠却得惜了这一切 实在让人心惊 小楠楠像是个瓷娃娃一样 很是乖巧 白衣小尼姑蹲下身来 将他抱起 一副很喜爱的样子 给了他一枚极品铃果 一会儿 我们先解决掉他 竟敢打这样的主意 李黑水发狠道 叶凡笑了笑 啊 先不要与他一般见识 紫薇不是 富可敌天下吗 我另有打算 不久 丰足的几名子弟走来 当路过叶凡身边时 明显没有好脸色 他们念念不忘那三百万金元 有人轻声咕弄 道 还好意思来 年轻人 眼光要放长远一些 再怎么说 他也得到了原天室的传承 还你们三百万金元 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大黑狗扫了他们几眼 命都要没有了 还怎么还 其中一个人很不客气 他曾经被叶凡镇压过 疯凰的侍女也在旁边 道 应该将龙蚊黑金圣灵剑 还有麒麟神药种子交出来 以此来抵三百万金元还不足呢 好吧 冲你们说这些话 我也要活下去 叶凡笑了起来 你 什么意思 风族所有年轻人都吓了一跳 不禁倒退 诸圣子与诸圣女也一起望来 我是说 不久后我自展修为 从此做一个凡人 争取成为一名原天师 到时候还你们缘 叶凡这样说道 所有人都一惊 他们知道 叶凡的确得到了原天师的传承 也许真的要踏上另外一条道路了 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圣体真的时日无多了 到了要选择的时候了 同时心中也都些惊讶 叶凡即便一身修为尽废 若成为原天师 也将是各大圣地的座上兵 第466章 杀鸡我真的不相信 叶凡会自展修为 当一个人屹立在绝颠上后 宁可去死 也不会为了活下来 而归于平凡 姚光圣子笑道 牙齿洁白 肌肤流淌金光 发丝都成为了金色 整个人像是披着一层神衣 叶凡心中一跳 他终于见到了 姚光圣子的锋芒 这是第一次对他发动攻势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却埋下了灵力的杀势 叶凡说要自展修为 对方却放下这样一句话 在所有人心中 都打下一个烙印 将来必会引动诸人来试探他 有时候 一句话的杀伤力 比一次真正大战 还要有效于可怕 姚光圣子随口一句 已在众人的心间 埋下了一颗种子 个人的心境不同 选择也不同 我没有你的大志向 自然可以放得下 我只希望可以活下来 叶凡微笑 叶凶有大气魄 是十几万年来 第一个打破诅咒的圣体 怎会自甘放弃 愿叶凶成功渡过死关 姚光圣子笑容灿烂 整个人都在散发着神灰 叶凡叹息 道 你的前方是无上大地路 我的前方是生命绝路 在这里我助你一路坦途 古之大地所走的道路 不可能平坦 要力战诸王 横扫天下阴劫 独登绝颠 如此才能君临天下 叶凡此语一出 诸圣子与诸圣女 虽然并没有什么表示 但心中怎么想就不知道了 姚光圣子并不以为意 满头发丝染着金色的光彩 他似一尊神灵附生 淡淡一笑 不再多说什么了 他肯定活不了 即便自展修为 也挺不过这一关 那样会更悲惨 丰竹一个年轻人 小声咕弄 就是啊 他若是服下麒麟神药种子 只会白白浪费掉 什么用也没有 还不如还我丰族抵债呢 另一个丰族子弟也很不满 丰凰的侍女花容月貌 并不比丰族一般的子弟身份低 在北域神城时被叶凡镇压过 一直对他怀恨在心 此时 他自然也开口了 讽刺道 圣体明动天下 如今谁人不知 哪个不晓 不知你为我族圣主准备了什么受理 他老人家向来喜欢神物 你是不是要将圣剑与麒麟 神药种子献理呢 叶凡扫了他一眼 道 一个下人而已 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你 这个女子气得身躯抖动 她身为丰族公主的侍女 连丰族的直系子弟 都要对她客客气气 平日间哪里有人敢这样说她 不懂规矩 去你该去的地方 你不过一个使女而已 也敢对我指手画脚 我送什么 是你一个下人能够左右的吗 叶凡冷赤道 你 大胆 身为丰族公主的身边的人 向来眼高于顶 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气 她信念怒争 身体气得颤抖 诸圣子与诸圣女都在场 所有人都望来 神色各不相同 是啊 我的胆子太大了 叶凡轻笑 不再理会她 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封黄 却什么也没有说 你还不退下 封黄冷声道 小姐 那个侍女尖声叫道 封黄的眸光冷冷地扫了过去 吓得她赶紧住口 低着头 快步离开了这座神道 对不住各位 我管交不言 让大家见笑了 封黄说完 看了一眼叶凡 冷声道 大家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这明显是话中有话 暗讽叶凡 与她的侍女一般见识 有失身份 她话语冷漠 且略带鄙夷之色 大黑狗呲牙 她最看不惯这种姿态 若不是丰足重的 她肯定又要下黑口了 狗狗要乖哦 不要咬人 即便你是跟大哥哥一起来的 也会被人责罚的 小南南还没黑黄的腿高 仰着头用小手推了推她 叶凡顿时大笑 将她抱了起来 道 南南真乖 丰黄听到这些 却是有些说不出话来了 转身走向另一边 丰足其他子弟面面相去 虽然有些人对叶凡很不满 但却不敢再对她表现出来 都深知她此时的处境 此地聚集了东荒诸多大交的子弟 许多人都是非常人物 三两个聚在一起 相互攀谈与结交 未来不少人都将成为一教之尊 若是现在就能有一些交集与友好的关系 将来肯定会有莫大的好处 但凡争容之辈 都不会放过眼前的机会来结识人 叶兄 我愿意九转神丹 换你的龙纹黑金圣灵剑 可言你的生命 赵发又走了回来 微笑开口 她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却也让旁边的一些人注意到了 都侧目关注 向这里看来 叶凡对她动了杀意 此人这个时候点出 明显是品出了姚光圣子的用意 这样开口 可谓居心叵测 换还是不换 这是在逼宫 续命保丹在此 不换的话说不过去 让人生疑 不过赵发倒也没有弄得神岛上所有人皆知 一枚灵丹 也想换我的龙纹黑金圣灵剑 你这是在敲竹杠吗 叶凡半真半假的质问 面色有点冷淡 叶兄此言差异 这可不是普通的灵丹 乃是以数万载的绝品灵药 炼成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是保命的圣药 对于兄来说是万金难求的续命神物 赵发笑着解释 叶凡早已通过小楠楠得知 此人不善 其他生命无多 将来要对他下狠手 夺他身上的瑰宝 其祸可居 你这是在变相勒索我 叶凡开口道 虽然知此人不是善类 想出他夺宝 但此时也不好表现出什么来 怎么会呢 叶兄不要误会我 我只是想将你最需要的东西 送到你面前二爷 赵发很斯文地笑着 李黑水迟到 你若是想帮叶凡 就直接送一颗酒砖宝丹好了 何必这样做交易呢 纵然华云飞都曾送过小叶子酒窍玲珑丹呢 赵发脸色一僵 啊 兄弟这个玩笑可不好 我与那华云飞可是两种人 他居心叵测 我是一片真心 如今 华云飞被传为狠人大地的传承者 天下尽知 谁也不想与他扯上关系 更不愿与他相提并论 我想以圣剑换不死神丹 其他余效用不大 叶凡笑道 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赵发脸色一沉 不好再多说 就此转身离去了 小男男大眼睛黑白分明 亮晶晶 望向一个方位注意聆听 而后摇叶凡的手臂 小声道 大哥哥 他说会要你好看的 用不了多久 就会将你踩在脚底板下 这个信赵迪真是明面一套背后一套 口蜜附件 与传说中一样 真该将他大卸八块 李黑水沉下了脸 要小心一些 妖月空提醒 丰族圣主的大寿并未到来呢 不过叶凡却不得不考虑下了 到底送什么呢 悟倒茶肯定不行 干系甚大 神拳 圣国等更是不用说了 拿出来的话 一下子就会让人想到 他进入荒谷圣地 成功修复了大道伤痕 在此聚会两久 他与李黑水带着小男男离去 准备去乡邻的古城紫天都看看 准备一些寿礼 白衣小尼古很喜欢小男男 在他们离开时 送了他一串手链 上面雕刻有蔫花而笑的神佛 唯妙唯笑 丰族八百神岛远去 叶凡他们飞出去了数百里 忽然有人冷笑 截住了他们的去路 丰凰的侍女出现 脸上挂着阴冷的笑容 咬牙道 你还想走吗 在他的身后出现一名老人 虽然是一副奴仆打扮 但其实力却高深莫测 一望就知道是个超级强者 你还有什么事吗 难道是丰凰让你来的 所谓何业 叶凡问道 若没有丰族提供的三百万金元 你不过是一个废物而已 却屡次对我不敬 不要忘记这是什么地方 蜂黄的侍女 脸色越发地冷漠了 道 今天你别想走了 好大的口气 你不过是蜂黄的一个侍女而已 却敢来此劫杀我 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 是蜂黄让你来的吗 叶凡神色平静地看着她 这个女子仰着头 傲气无比 韩生道 你今天别想走了 迫于神王压力 我们不会杀你 但扒你一层皮 还是可以的 正好收回你的龙蚊黑金圣灵剑 还有麒麟神药种子等 我拿去带你献给圣主 抵偿你欠下的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嚣张的下人 敢这样行事 真是与众不同 叶凡道 蜂黄的侍女 似乎很反感 别人称呼她为下人 奸生叫道 连公主都没有责备过我 你却敢屡次对我无礼 你等着受死吧 一输 快将她拿下 将她全身的骨头都打断 好 那个轻衣老人点了一下头 向前扑沙而来 她头发花白 身材干瘦 手指射出一道道如风一样的利刃 画龙第七遍 李黑水吃惊 这样的人物 他们根本无法对抗 境界相差太多了 这个老仆探出大手 向叶凡抓来 森然冷笑 一副吃定了几人的样子 你不过是疯狂手下的一个老仆而已 就不怕疯族得知后 怪罪你吗 叶凡道退 大声喝问道 小姐不会责罚我 因为你太过分了 早已让小姐不满 这个轻衣老仆一脸的冷色 大手落下 浮出无尽先天纹路 交织而成一个可怕的黑色牢笼 她带着蔑视之色 想将叶凡镇压 你们这一对奴才 真是欺人太善 叶凡沉下了脸 快速躲避了出去 转身对黑黄道 封住他们 第467章 人宠 叶凡自是暗中传音 面对画龙第七遍的强者 他深深忌惮不已 纵然有黑黄相助 也不见得能够对付 必须万无一失才行 呛 轻衣老奴 大手如鬼爪 射出一道道乌光 交织成的牢笼 如鸣铁铸成 越发的坚固与凝炼 如一座真实的炼狱 小孽畜 你不过 是一个废体而已 若无风足相助 你现在什么都不是 如今赶来我足神岛撒眼 我打断了你骨头 挑断你的肌 这个轻衣老奴森然冷笑 他挥动名誉牢笼 围困四方 要将叶凡困 忍不住叫道 你这个老奴才 说话也太无耻了 你风足提供 三百万金元不假 可还不是看中 叶凡将打破诅咒 且 这批元作用有多大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叶凡自己 也拿得出这么多的元 小孽畜 这是我足对你们的大恩 尽不思回报 还敢嘴硬 今天将你们一并镇压 轻衣老奴面色冰冷 出手更加伶俐了 黑色的名誉牢笼 发出呜呜声 越来越大 将整片天空都给遮住了 数次险些将叶凡封在里面 如果不是她的不法神庙 拥有急速 已经隐恨了 连小姐都没有责骂过我 你却敢对我无礼 今天我要扒了你的皮 疯狂的侍女在旁间叫 道 一书 快点将她镇压 不能让她逃走 放心 我已经锁定了她 就是 逃到天涯海角 也会被我揪出来 轻衣老奴有恃无恐 根本不怕叶凡逃走 露出猫捉老鼠一样的冷笑 道 她身上有圣剑与神药种子 这种东西 将死之人手中 实在是浪费 就让她归还我风足好了 动 叶凡一声冷哼 终于展开了反击 她的眉心射出一道赤芒 化成一束金光飞了出来 打向轻衣老奴 不 轻衣老奴口中吐出一朵莲花 她化成一道 轻光退了出去 惊住一身冷汗 这种强大的神识 让她都心紧 噗 那朵莲花军烈 根本没有挡住金色的神念 她生出一缕寒意 口中自语道 传说果然是真的 这个小孽畜的神识力惊人 幸亏早有防备 她张口一吐 一道神风冲出 化成一朵又一朵风之花 形似连趴 洁白无瑕 组成一套神衣 将她护得严严实实 一说 你有这样的秘宝护身 杀她一如反掌 风皇的侍女欣喜 风之战衣 为风足的一种秘宝 专组神识之力 轻衣老奴穿上 银白色的战衣后 整个人都显得年轻 与阴伟了很多 小孽畜 我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来抵抗 她口中冷喝 法力如海 在天空中凝聚 化成一片先天纹落 重新铸成名誉牢笼 镇压而来 叶凡暗中催促 道 黑皇你好了没有 她可是化龙第七变的强者 你以为是软柿子 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困住她 何其艰难 还要等 大黑狗传音 那个小娘皮 来来来 你我大战三百回合 李黑水盯住了风皇的侍女 冲了过去 找死 轻衣老奴一声冷笑 大手横空 如小山一样拍了过来 将李黑水也拘禁在这片战场中 你们不讲理 这样是不对的 不能欺负我们 小男男坐在大黑狗的身上 很稚气地开口 小不点长得倒是挺水灵 让姐姐好好地管教你一顿 风皇的侍女冷笑 化成一道彩光冲了过去 大黑狗眼犯冷芒 掉头就跑 围绕着轻衣老奴 他们的战场撒欢 口中叫道 本皇懒得理你 不跟你一般见识 你这只死狗 我要将你送到厨房 做成一道大菜 风皇的侍女奸声道 本皇要收你这个丫头当人宠 看法宝 他拖着小男男飞逃 接二连三地 扔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战场中 叶凡与李黑水不断地躲避 面对画龙第七变的强者 他们承受了太大的压力 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但见到这一幕后 都无比振奋 老夫已经没有耐心了 小聂畜 都给我定住吧 轻衣老奴手中 出现一杆古番 轻轻一震 虚空崩塌 名誉牢笼扩大 向两人蔓延而去 叶凡与李黑水 如现泥沼 顿时行动不变了 即将被束缚住 吃 七彩神光冲天 叶凡的指缝间 流淌出一片星河 沉重如山 挡住了炼狱与古番 正是从阴阳圣女那里 夺来的圣贤古番 这是什么 轻衣老奴一惊 而后冷笑道 此宝与我相合 你还想夺宝 老东西 你的死气到了 黑黄大叫 冲叶凡传音 指点他如何逃出来 此时阵文已经不好 叶凡与李黑水 快速冲了出来 这片战场 已经被星辰石 神血图等 各种古怪的东西封住了 轻衣老奴觉察时 已经晚了 根本冲不出来 小孽畜 你们敢算计我 老不死的 你一口一个小孽畜 叫得很过瘾是吧 叶凡站在阵文外冷笑 道 你的死气到了 疯狂的侍女转身就逃 他没有想到 画龙第七变的强者 竟这样不知不觉间地 被封住了 他可不想在这里等死 你还想走 叶凡一声冷哼 金色的大手拍出 如一片璀璨的云朵一样 盖住了天空 叶凡仿若在打苍蝇 一下子就他拍了下来 你不能杀我 他奸生叫道 剧烈挣扎 叶凡怎么可能放过他 金色的大手一挥 将他抓了过来 手指稍微要一用力 他身上的骨骼就断裂多处 直接扔在了黑黄的镜前 道 给你当人宠用 本黄才 不要这么不堪的人宠 最起码也要是圣女才行 大黑狗根本看不上 这可是疯狂的侍女 给你当人宠 为你烤羊颓的 最适合不过 李黑水笑道 望 在黑黄的控制下 阵纹变换 所封锁的区域不断缩小 叶凡站在外面 轮动金色的大巴掌 不断向你打去 老不死的 你不是要镇压我吗 想敲到我的骨头 挑到我的筋 不如我先来削你一段 他肉身无双 画龙秘境的人怎能相比 在这片狭小的空间内 老奴连法力都被禁锢了 根本不能抵抗 碰 碰 叶凡的金色的大巴掌 不断削落下来 控制力道 将这个轻衣老奴 打得连续咳血 骨头根根断裂 根本站不住了 你们不过 是一对奴才而已 却敢来截杀我 真是欺人太甚 叶凡也不知道 削了多少下 这个轻衣老奴 都快成肉泥了 不断却没有死亡 画龙秘境的强者 生命力很强大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能活下来 让我也出口气 李黑水接替他 连销了数十个大巴掌 将轻衣老奴 打得快没有人行了 发出非人的求饶声 说 是不是封皇让你们来的 叶凡逼问 我们自作主张而已 公主很生气 我们觉得他不会反对 就来截杀你了 封皇的侍女 彻底被吓住了 几乎快软倒在了地上 封族圣主还不错 若是杀了他们两个 实在有些对不住 叶凡陈吟 不要杀我们 封皇的侍女真的害怕了 哀声求饶 连那个老奴也彻底服软了 这样吧 本皇发发善心 将他们充军发配好了 黑皇开口 将在不死山见到的那幅棋盘 以及阵纹一葫芦画瓢 复制出大半 他很激动 这是古之大帝留下的阵纹 他想以这二人做试验 道 将他们传送到西末去吧 数十年也飞不回来 让那帮秃头去感化他们 不要啊 轻衣老奴大叫 哄 光滑冲天 道文闪烁 他一下子从原地消失了 虚空中留下一片恐怖的能量波动 大黑狗呆呆发愣 好半天才咒骂道 妈的 怎么回事 叶凡与李黑水不用想也知道 这死狗 肯定又干了一次不着调的事 铁定没有传送到西末去 你家人送到哪去了 好像传送到南岭去了 大黑狗不确信地咕弄道 死狗你可真是个人才 能从西末偏差到南岭 一般人谁能做得出来 你还能找出一个 比你更离谱的吗 李黑水打击 哇 大黑狗气急败坏 最终 他们没有将封黄的侍女传送出去 大黑狗勉为其难 暂时收为了人宠 随后来到了紫天都 紫天都 为东荒中布地狱十大古城之一 自古至今 也不知道留下了多少传说 相传 它是虚无缥缈的仙界中的 一座紫晶天都 坠落进了凡尘中 形成了这样一个名传天下的巨城 叶凡他们在这里转悠了两天 出行于各大十方中 要为丰足圣主准备一份礼物 最终 叶凡在紫薇娇的一座石方中 选定了一块骑石 将其买走 不过并没有在现场切开 他已看出里面有什么 是一块神缘 当作受理足够了 不想在紫天都引起轰动 叶凡很想多选出一些骑石 彻底将丰足的三百万金元还上 不然的话 那些年轻人总是提这件事 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可惜 石方虽然有很多 但怎么可能处处见奇珍呢 能够寻到一块神缘 已经很稀奇了 他再无其他收获 这两日来 封皇的侍女跟随在旁 负责做各种琐碎之事 提包 喂狗 副掌 擦桌椅 许多人认出后 都忍不住吃惊 在背后议论纷纷 怎么回事 封足公主的贴身侍女 怎么负责给圣体当奴婢来了 不对啊 封足明珠傲气得很 怎么可能让自己的侍女 给他看着不顺眼的圣体 做这些琐事呢 你们有点眼光好不好 他是本皇的人宠 大黑狗嗷唠一嗓子 惊掉一地下巴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看什么看 你很羡慕吗 本皇不介意 也收你为人宠 你看上去还马马虎虎 大黑狗大言不惭 对那些人开口 妈的 这死狗太可恶了 早晚活泼了他 走 今天我请客去吃黑狗肉 一群人大叫晦气 却也不想与他置气 同时心中很期待 如果让封皇知道 会是什么表情 希望封皇早点得到这个消息 他的侍女给一只恶狗当人宠呢 一定会杀上门来 不错 希望那一刻早点到来 第468章 人世间 叶凡在子天都中行走 并没有觉察到任何一场 但是小楠楠却扯他的衣角 娇悍地说道 有个人总是出现 什么 叶凡心中一惊 他的灵觉何其敏锐 却根本没有觉察到 并无一丝感应 这可是不什么好兆头 来人若是想对他不利 他可能会吃大亏 他每次都变成不一样的人 出现好几次了 小楠楠很乖巧地说道 在哪里 叶凡心中有些不安 他已经消失了 每次停留时间都不长 可能还会出现的 小女孩眨着大眼 看向人群中 你们觉察到异常了吗 叶凡问黑黄 还有李黑水 他们都很心惊 根本没有任何感应 都不知道曾被人跟踪过 这让他们都生出了警觉 来人显然非同一般 他们详细向小楠楠询问 了解那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每次换成另一个样子 可是楠楠一眼就能认出 小楠楠柔嫩地说道 叶凡他们不得不惊议 小楠楠的灵觉太敏锐了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他见到了那个人的真身 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男子 根本不会被人注意 每次都换成另外一个样子 躲在人流中 站在石杖外观察叶凡 石杖 这是一个灵界点 他不敢轻易破镜 总算是好事 若是神不知鬼不觉地 弃身到我们境前 那就太危险了 李黑水有些不安 大黑狗露出凝重之色 详细向小楠楠了解经过 甚至那个人每次的动作 所迈出的每个步伐都问到了 栖身到距离我们十丈左右 太不同寻常了 这是个可怕的人物 大黑狗露出沉思之色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叶凡问道 那个人栖身到十丈前 除却小楠楠外 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发觉 这确实让人惊悚 希望我的感觉错了 不然的话 麻烦就大了 大黑狗有些紧张 忍不住向寺外观察 你推测到了什么 叶凡心中一沉 人世间 大黑狗吐出这样三个字 更加的不安了 扫视周围的一切 让小楠楠多留意 有没有可疑之人 人世间 李黑水击零零打了个冷战 他们刚从不死山脉中出来不久 曾在那里了解到 这是怎样的一个可怕事例 在那远古时代 让诸圣地都要站立 新年 在这片浩瀚的大地上 有三大远古杀手神朝 万事不朽 传承古老 让各大圣地都生寒 连古之圣贤都杀过 天庭 持无上杀手权杖 君临天下 一念间大地上流血飘鲁 如无上的古天庭一样 主宰他人的命运 人世间 如于茫茫人海中 你根本防御不住 不知他们何时会施出必杀一击 纵然是古之圣贤都 无法避过 相传 在他们的古老殿堂中 有诸王的人头骨堆砌起来的 一座白骨塔 杀尽人世间阴节 不可阴风 地狱 生有一群堕落的神灵 持滴血的神剑 斩尽世间的圣人 强大而无情 恐怖而血腥 传说 在地狱中 保存有他们历代所斩杀的 古代圣人的神皮 骨骼 血肉 脏腑等 冷血害人 最是神秘不过 天庭被远古诸圣的联手灭掉了 可是人世间与地狱 却长存了下来 只不过形势低调了很多 世人不知他们身在何处 真的是人世间吗 连叶凡都不能淡定了 这可是一个惊雷般的消息 还无法确定 不过我有一种预感 很像是他们 不然谁可以避过我的灵觉 黑黄很紧张 他来立神秘 对远古的杀手神潮 格外的忌惮 我们这是招水惹谁了 怎么人世间都出现了 李黑水爵的脖子凉嗖嗖 看大街上每一个人 都像是人世间的狠人 他们并没有绝对的隐世而去 留下了各种线索 接受世人的委托 有不少古老的传承都能寻到 可请他们出手 大黑狗神色难以平静 你是说 有人委托他们出手 要来杀我们 李黑水惊道 远古的三大杀手神潮 尽管是以杀入道 但也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杀人 肯定是某些古老的传承 有人寻到了他们 黑黄滋涯 他也心中没底了 他向来天不怕地不怕 可是面对远古的三大杀手神潮之一 他心中发寒 生出了巨异 就在这时 小楠楠扯叶凡的衣角 大眼睛扑闪 一副很乖的样子 什么也没有说 他虽然很单纯 但却也很聪慧 叶凡知道 那个人又出现了 他佯装漫不经心地描了过去 发现此人真的太普通了 没有一点特征 与街道上的行人 没有什么两样 他以强大的灵觉窥视 都发现不出一丝异常 只是在运转神眼时才 见到他另一张面孔 证明不是常人 没有神力流动 没有旺盛的血气 没有一丝杀气 不符合修士存在的常理 太平和于普通了 防不胜防 短暂的驻足 那个人没有一丝破绽 随人流而去 消失在人海中 几人并没有轻举妄动 就是那种可怕的功法 变态的脸稀神术 真的是人世间 大黑狗很激动 浑身黑毛都张了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 李黑水也觉得发毛了 祈祷吧 希望如今的人世间 已经不是远古那个杀手神仇 不然的话 我们将有大祸 大黑狗呲牙咧嘴 人世间的古老殿堂中 陈列有诸王的人头骨 若是再加上一颗圣体的头骨 那可能是他们很乐意见到的 怕什么 我有天庭的传承 持远古杀手神朝之权杖 如果人世间真的要动我 必反杀之 叶凡平静到来 但却很坚定 关键是 天庭传承有缺 只有上半卷的杀生圣术 缺少下半卷的核心 九密之一 大黑狗有忧色 天庭所掌握的九密之一 到底是哪一种 叶凡问道 远古神朝 逝去了太久的岁月 不要说当世人 就是昔年 也没有几人知晓 他们掌握了哪一密 除去偶外 这个世上 恐怕没有人知道了 大黑狗到来 杭自密 镇谷朔金 几乎没有人知晓 那是远古杀手神朝天庭的 核心圣术 是以一切的根本所在 这一密如此厉害 李黑水心惊 厉害的一塌糊涂 传说突破极尽境界 可更迭时间 大黑狗到 九密之行自密 代表了世间的行之极境 不仅拥有世间第一急速 且还能上月九天 下穿九幽 任何一地 都可去得 先天阵文困不得 无上道法堵不住 纵然摆下十方绝阵 也可穿行而过 这就是行自密 没有什么能够阻拦 无上的行自密 任你传承久远 布下无尽阵文封住门派 也挡不住 修有行自密的人 如入无人知境 大黑狗轻叹 叶凡终于知道 为何天庭如此可怕了 没有人可以挡住 可行走在人世间 每一个地方 均临天下 并非夸张 行自密可极尽升华 当速度突破 世间极限 那就是时间的演化 不过 自古以来 也唯有第一代天庭之主 那位得到不死神药 而活了两世的老圣贤 摸索到了边缘 我们没有得到行自密 但是我掌握 有疯老人的步伐 也是一种急速 应该可以与天庭杀生 胜术配合 对抗人世间出来的人 叶凡道 我总觉得 你的步伐 有行自密的 一点影子 或许真的 有些关联 说不定可以与天庭的 杀生大树契合 大黑狗点了点头 叶凡他们 离开了紫天都 再次来到 风足八百神岛前 在路上 他们展去了 风皇侍女的部分记忆 有些东西 不能让他知晓 人世间的神秘人 没有再出现 不过他们 却难以真正安心 既然被对方盯住了 肯定不会这样善了 要查出来 到底是什么人 要对付我们 李黑水道 这一次 他们前往 风足最大的一座古岛 所有宾客都涌向那里 在路过中心区域时 他们见到一座座 鸣鼓前就存在的大院 围着一座古老的神城 很多人都在议论 风足的所有底蕴 都镇压在里面 那是他们 屹立东荒绝颠的根本所在 连圣主都不能轻易进入 此地 不能长时间驻留 每一个人都只能匆匆而过 不然会被强制性请走 风足圣主 一千五百岁大寿 来了很多人 神岛上到处都是修士 夜凡他们几个来到此地 先后见到了几位圣主 心中吃惊 这可真是强者如云 若是谁敢来此挑衅 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遥光圣子 金翅小鹏王 瑶池圣女 鸡家神王体等年轻一代 都不能上前 只能远坐 来的老辈人物太多了 都是一方雄主 许多人见到风黄的侍女 服服帖帖地站夜凡等人的身后 都露出惊异之色 全都有些不解 风黄自然见到了这一幕 他已经听到一些传言 脸上虽然戴着五色面具 但是可以想象 脸色一定很不好看 还是回到你们的公主身边去吧 我们可养不起你 夜凡解开了他的禁止 风黄的侍女未敢吵闹 低着头快速退走了 他真怕夜凡不顾一切 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 那样的话 风足为了面子 绝饶不了他 众人献鹤里 夜凡取出一块黑不溜秋的石头 不过脸盘大而已 递交留给了风足的人 听说他得到了原天师的传承 送了一块原石 想来一定是真物吧 有人小声议论 风足的一些年轻子弟 则皱起了眉头 依然是一直对夜凡不满的那群人 他们不相信 夜凡这么短的时间能寻来神物 不然的话 为何没有切开呢 来自紫薇娇的照发笑了起来 这块石头 我知道 陈列在我紫薇石房很多年了 不想夜凶将它买来了 这块石头 从运有神渊的骑士上 切下来的边角料 众人哗然 许多人一起望来 觉得夜凡有些不像话 怎么能随便买一块石头充树呢 就知道他在故弄玄虚 那根本不是什么神物 舍不得圣剑与神药种子奉给圣主 却拿一块破石头来充树 真是过分了 他竟敢如此小觑我风足 风足那几名 在北域被夜凡镇压过的弟子皆不满 露出怒涩 瞪向夜凡 你确信 这是一块边角料 你们曾切出过神源 夜凡惊讶地望向赵发 没错 当时我亲眼所见 从主石中 切出一块拳头大的神源 这只是 其中的一块石皮而已 赵发笑着点头 第469章 战曲 夜凡笑了起来 道 紫薇教可真会做生意 将边角料当做骑士来出售 话不能这样说 原始这一行当向来如此 愿打愿挨 再说这块边角料 我们卖的价格并不是很高 赵发微笑 果然啊 只因这块石头低廉 他才买来 真是太过分了 如此的小觑我风足 怎么能这样呢 真是太过分了 风足那一群对夜凡一直有恶感 非常激进的年轻人 此时都很愤怒 不少人都露出鄙夷之色 怒目而逝 愤愤不已 夜凡没有理会这些人 风足圣主大寿在即 他不想与这些人 闹出不愉快的事情 只是下定决心 早点还上他们的三百万金元 不然的话 总被人揭断 他笑了笑 看了赵发一眼 道 紫薇教会做生意 我深感佩服 不过有时候 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石头中 会切出神物来 那你敢不敢切开 风足一位弟子吃到 赵发脸上笑意不减 道 早已听闻夜凶元术惊人 不若现场切开 让我们开开眼好了 我本想送一块原石而已 这样充满悬念 留给风圣主去把玩 既然诸位 想见识一下 我就直接切开好了 夜凡上前 并未取出迎刀 直接以手指切石皮 像是神刃再削豆腐一样 速速坠落下一地时辰 此地 都是一些年轻俊杰 见到有人切实都议论了起来 引得其他周围的人 都向这边望来 一时间很多人都关注这里 吃 夜凡手指轻震 这块黑不溜秋的石料 全面均裂 他显然不想浪费时间 要直接剥离出来 真的有细针吗 看他蛮不在乎的样子 恐怕不会是什么 价值连城之物吧 元术宗师 切实都格外小心 他却一阵了枝 还真是特别 不像是对待其真的手法 夜凡笑了笑 问赵发道 赵兄你觉得 能切出什么呢 许多人都安静了下来 赵发摇头 不敢多说什么了 他深知夜凡的元术厉害 既然敢切开 多半有一定的把握 夜凡还是切开吧 让事实来说话 啪叉 夜凡轻轻一敲 这块黑色的元石破裂 石皮不断坠落下来 接着刺目的神盲冲天而上 让许多人眼泪长流 神渊 里面蕴含有神渊 众人惊呼 一块边角料 竟切出了西式神渊 这让他们不得不惊叹 元术宗师 简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赵发脸色有些发僵 他自己都说了 这是紫薇叫切出神渊所欲的一块石皮 不想被人又切出了神物 脸上火辣辣 像是被人抽了一巴掌 居然切出了神渊 丰族的子弟也都呆住了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既然有神物 为何夜凡没有切出来呢 那样送出 岂不是更光鲜 这让他们不解 元术宗师送元 没有什么悬念 送出其实材为上品 值得珍藏 一味老人轻叹 导出了其中的究竟 哗啦啦 石皮全部脱落 刺目的光芒射出 如一轮金色的太阳当空悬挂 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正视 神渊可以悬在空中 永不沉坠 绚烂多彩 这种规律 让每一个人都心动 他的价值太大了 诸圣帝都对神渊无比渴望 因为他拥有无尽妙用 其中涉及到了不朽的传说 诸多大教不遗余力收集 一个圣帝强大与否 与神渊的多少有很大关联 当中的种种一般的修饰不能了解 但却知道 他的绝世珍贵 足以价值三十万斤纯净元 这份礼太厚重了 有人惊呼 这块神渊能有多半颗人头那么大 纵然其他圣主也所送礼物 也不过如此罢了 叶凡身为一个后辈人物 送出这样一份大礼 算是很重了 不对 园中有东西 有丝丝缕缕的一彩一出 有些恐怖而又神圣 人们很快发现了异常 园中有其他东西 流转出神秘的奇迹 叶凡心中惊讶 他选世时并未发现异常 仅仅以为是一块神愿而已 当作受理足够了 不想切出来后别有玄机 一块形似断裂的龙脚 不过两寸长 金光流动 一彩闪烁 透发出恐怖的波动 同时又有无比圣洁与神秘的气息一出 神物 蕴含有瑰宝 那是 龙脚吗 不少人惊呼 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无上的威压 在丝丝屡屡的一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恐怖威压更加强烈了 震撼人心 此时 诸多宾客一起望来 此地神盲冲销 早已惊动了所有人 纵然那是那些圣主级人物 都自大殿中望来 这是太古王族的圣脚 终于有一位老人认出了 那是何物 此时 丰族圣主以及其他大人物都被惊动了 亲自走了过来 观看这块神渊中的 形似龙脚的神物 太古的王 天上地下无敌 都是人形生物 所向披靡 在太古的岁月中 难以遇到敌手 他们数量极其稀少 后世人对他们了解不多 都是从尘封的原始 与骨矿中得到的信息 如今见到这样一宗神物 自都是震惊 没错 这是太古王族天生的圣脚 能够开天列地 是绝世神物 一位圣主级人物赞叹 太古的无上王 堪与古之大帝相提并论 他们天生的圣脚 是精华之所在 最是珍贵 是用来祭兵的无上圣物 虽然只是断裂下来的一小块 但也价值连城 堪称一分厚礼啊 几位圣主都这样一轮 皆评价很高 让众人更加吃惊 照发脸色难看 万万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他们紫微焦与神物失之交臂 让他想吐血的感觉 一块鞭角料而已 竟然切出了更为珍贵的东西 封皇与一些封族的子弟 则露出金融 对方宋的一块黑不溜秋的石头 竟然这次珍贵 还真是内涵 让他们呆呆发愣 这不仅仅是练兵圣物 将它研磨成粉 还可解万毒 用来淬炼血肉 更是妙用无尽 这些大人物都非常推崇 保守估计 这块两寸多长的圣角 价值在二百万斤纯净元以上 这个数字一被说出 一片道吸冷气声 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连叶凡也是一证 他原本没有想送这么珍贵的神物 这一切都出乎了意料 这份礼太重了 我不能收 丰族圣主看起来为一个中年人 雄子伟岸 黑发如铺 眼眸深邃 很有威势 叶凡笑了 道 您送我三百万斤元 都没有皱一下眉头 这算什么 但请您收下 那好吧 不然的话 我倒显得矫情了 丰族圣主点头 同时关心了一下他的伤势 让人送来几枚续命单 此时 丰族的子弟皆善善的 全都说不出话来了 丰皇的亲弟弟 丰烈走了过来 嬉皮笑脸 道 叶哥 什么时候也送我一块骑食啊 叶凡扫了他一眼 对这个曾经的便宜小舅子 印象很深刻 第一次见面就暴打了他一顿 而后 这个家伙很另类 想去妙月安飞要拉上他不可 让其带路 非常的极品 让他哭笑不得 叶凡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他闲谈 丰皇在不远处期地交贺道 丰烈 你给我过来 李黑水在旁冒坏 笑道 小烈子 你要是不走 我替叶凡做主 送你三块七十 真的 假的 丰烈眼中泛光 当然是真的 别忘了 当初正是我们两人 在北玉神城 切出诸多奇珍 搅出无尽风云 你还不相信我 李黑水笑道 好 我不走了 以后我跟你们混好了 丰烈坐在这里 不起来 将丰皇的话 当成了耳旁风 丰烈 丰皇在旁瞪他 丰华绝代 轻力如仙 此时生气 别有一番风韵 姐 你别凶我 如今我都是大人了 丰烈咕弄道 丰族其他子弟都受不了他 没有想到 他这么没骨气 居然跟丰烈 凑到了一起去 这让他许多 堂兄堂姐 都恨得牙根痒痒 疯狂点指他 气得转身就走 不再多说什么 旁边 朱圣子与朱圣女 都很无言 觉得李黑水 太缺德了 有这样气人的吗 这是成心 与风族明珠 过意不去 拉他的弟弟下水 丰兄真的要自展修为吗 子府圣子忽然开口 他面色平淡 但是丰烈知晓 此人对他 没有什么好感 因为 他曾经镇压过 子府圣女 在神城时有很多留言 说 先天圣体倒胎 可能会出事 这件事 让子府圣子耿耿于怀 没错 半个月内 我必须要做出决定了 时不我待 生命无多 我没有时间了 叶凡点头 许多人都生出异样心思 即便叶凡自展修为 成为一个凡人 也有很大的价值 从他刚才送的骑士来看 值得各大叫卖力拉拢 你这个短命鬼 看来是活不了几天了 自展修为 也难以改变什么 金翅小鹏王大步走来 双眼充满野性与冷酷 雄伟的身体流动着神盲 他如山岳一样压迫人 道 既然你 已经没有几天好活 那我提前出手吧 不然我怕没机会杀你了 你是在迫不及待地送死吗 叶凡冷声道 当时 已经不适合你 这类人修行 连老天都要以大刀灭你 我替老天出手算了 送你上路 金翅小鹏王相当地狂傲 金色的某孔中 充满了森寒的杀意 你忘了上次 我打断你的骨头了吗 叶凡审笑 上次我自负手脚 这一次 我要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 毕掉你 让你流进最后一滴鲜血 金翅小鹏 王生沉魂有力 强势无比 看来 你我这一战 已经不可避免 那我们离开八百神岛 不要为风族圣主的大寿添乱 叶凡站起身来 正合我意 我迫不及待地想 撕碎你了 金翅小鹏王也姓流露 金色的瞳孔跟刀子一样害人 道 我要剃掉你的每一寸血肉 踩断你的每一根骨头 第四百七十章 彭血染金海 此地 竟是年轻一代的英杰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心中无比期待这一战 金翅小鹏王如妖神一样 让年轻一代许多人忌惮 没有几个人敢与他大战 如今竟要与末日圣体对决了 叶凡生命无多 末日将至 可威势却正胜 若是因大道之伤就此陨落 实在有些平淡 而今 他将与金翅小鹏王进行大战 多半将是最后一战了 正好可以圆满落幕 无论胜败都将是终极一战 这个屌人太狂傲了 真该抽筋剖骨 黑黄呲牙道 你这只狗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金翅小鹏王眼神冰冷地扫来 希望你的手段 能有你说得这么强 叶凡嘴角挂着冷漠的笑容 放心吧 我会亲手断你生路 灭你魂魄 金翅小鹏王的眸光 充满侵略性 叶凡盯盯着他 没有再多说什么 如今唯有一战了 请诸位朋友前去观战 金翅小鹏王森然笑道 向在场的朱圣子 与朱圣女传音 这样的金氏一战 怎可错过 我等必去 瑶光圣子点头 疯狂也淡淡笑了起来 婀娜走来 道 期待这一战 赵发哈哈大笑 道 我已经等不及了 那就走吧 今日我终结圣体之命 将他的圣血 献予各位品尝 金翅小鹏王乱发飞舞 魔性与杀鸡毕露 那就战吧 叶凡只有这四个字 当先腾空而起 如一尊神明一样 飞向八百神道外 这样一行人 都是无上大教的年轻传人 不乏圣子与圣女 想不引人瞩目都不行 许多人都望来 更引起一些老辈人物的关注 他们的速度很快 不多时就飞出了八百神道 冲向远方一片 郁郁葱葱的山脉 不可能在丰族重地决战 此时 已是正午 猎羊如一尊火炉 在天空洒下灼热的光芒 毒辣的光束 炙烤着大地 他们足足远离 丰族神岛五百余里 这才停下来 下方无尽大山耸立 山谷众多 勾壳起伏 是很原始的一片地狱 天空中站满了修士 全都凝望场中的两个人 这是焦点一战 两大 绝顶年轻高手 早就有过冲突 直到今日才爆发 金翅小鹏王 早已名动年轻一代 是一个狂野无比的妖族奇才 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强大 大荒疾所向 朱雄不敢阴风 叶凡近一年才名传天下 早先并不为人知 可以说是突然冲天而起的 一个强势人物 但却无比的强大 他自从出世以来 所经历的种种 所做过的一切都影响甚大 有后来居上之事 年轻一代无人不知 阳光洒落下来 金翅小鹏王 浑身如黄金铸成 闪烁着灿灿的光辉 金色的发丝 非常的璀璨 让人睁不开双眼 他的眸子森然与妖野 像是两道闪电 从地狱中射出 钻尽的人的魂魄中 吞噬人的心神 杀意如海 在的手中出现一口黄金圣剑 巨大无匹 长达数十丈 低垂向下 快要触到了下方 一座大岳的疯癫 吞吐出的杀气 让群山中乱叶纷飞 不断凋零 另一边 叶凡凭尽而立 站在虚空中 黑发轻舞 眼神清亮 一动不动 镇定而从容地看着敌手 无形的杀念 在两人间激荡 还未开战 就已经让人如坠兵叫 杀气在弥漫 咔嚓 下方 一座大山承受不住 山巅军裂了 被那可怕的杀念压迫所致 出现数刀大裂缝 颈向吓人 哄 第二座山峰 上面数十块万钧巨石崩裂 接着山巅崩塌 乱石穿空 烟尘四起 一片昏尘 这是强大的杀意所致 若是有人进入场中 一定会被压成肉泥 这是杀念的对抗 最是恐怖 动辄就会形神俱灭 无尽大山中 许多走兽都惊恐 逃向四方 一片混乱 更有许多猛兽惊吓的匍匐在了地上 颤抖不已 扑隆隆 许多飞鸟冲天而起 想要离开这片可怕之地 可是它们刚刚冲到空中 就一下子崩碎了 成为一朵又一朵血花 当场形神俱灭 什么都没有剩下 唯有血物在俩绕 杀意如刀 斩灭一切有形生命 但凡进入者 莫不毁灭 这两人竟如此可怕 战役到了这等境界 虽未曾出手 但却胜死出手 年轻一代 能与他们争锋的人真的不多了 就在这时 金翅小鹏王动了 他发出一声轻笑 群山大动荡 万木抖动 残叶凋零 无尽山脉中充满了肃杀之气 十万八千剑 金翅小鹏王上来 就斩出了一宗绝学 浑身金光赤胜 绽放出刺目的光辉 成千上万道可怕的金色剑芒射出 杀气凌云 让天地颤抖 无穷圣剑一骑劈了出来 斩碎虚空 天地支柱仿若崩塌了 催枯拉朽 哄 不多不少 整整十万八千只圣剑 每一把都长达百丈 耸立虚空中 而后立斩而下 这一不是剑芒 化成了圣剑的海洋 金色的恐怖风暴淹没了一切 向前扫来 摧毁一切障碍物 这是天鹏族与生俱来的无上神术 纵然面对千军万马都可扫平 无差别攻杀 就更不要说 此时都打向一个人了 这种威势不可想象 如世界末日来临 天地大崩溃 十万八千只圣剑 吞吐出的剑芒 化成了海洋 吞噬一切 横扫一切 拥有一万军神威 哄 每一道剑芒 都如洪水滔天 骇人之急 让远方观战的人 从头梁到了脚 金色小鹏王如此强大 还怎么打 他一个人 足以抵得上千军万马 这种金色神威年轻一代 有几人接得下来 纵然是圣子级人物 多半都要隐恨 叶凡心中凛然 昔日他就曾占过 十万八千剑 这种无上神术 当时是以万物母气顶防御 以离火神炉中的 可不黑火灭之 不然的话 当时难以破解 如今 他再次面对 却失去了万物母气顶 与离火神炉 只能靠他自己迎战 哄 在他的沦海中 电闪雷鸣 无尽金色的汪洋冲了出来 将他淹没 挡住了外界的剑海 咔 有天地出使的气息在弥漫 在金色的苦海上方 有无尽的雷电P5 将叶凡笼罩 像是在开天辟地一样 他年轻零而立 一昧飘动 平静面对十万八千圣剑 以身挡住了这种 可杀圣子的无上神术 啊 金翅小鹏王长孝 满头金色发丝 像是燃烧了起来 挥动滔天法力 向前杀来 眸光如天剑 射穿了虚空 他一尊魔神一样 永不可挡 手持持唯一圣剑 那是天鹏族自身圣血凝结而成 号称不朽 叶凡 我要斩你生魂 彭笑长空 他持圣剑力劈而下 气血冲销 吼动河山 无穷山脉都在摇动 枪 枪 枪 十万八千剑斩进金色苦海中 化成一只只金色的天鹏 撕裂天地 扑杀向叶凡 这是无上公式 众人都呆住了 金翅小鹏王果然有傲视 年轻一代的身手 竟然以圣剑攻入了圣体意象中 这是何等犀利与强大的攻击 十万八千只天鹏 铺天盖地 都如黄金铸成 各个皆争宁 神武无匹 斩翅裂天地 挥爪碎虚空 强大绝伦的攻势 神鹏纵横金色苦海中 一声声蓬笑 要崩塌这片天穷 害得人心神欲碎 若是其他人必死无疑了 被这么多金色的神鹏攻到境前 根本无力回天 可是叶凡则不同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我要杀你到绝望 他年轻联力 周身被电芒笼罩 金色血气冲销 轰了一声巨响 他以金色苦海封闭了这片天空 而后 叶凡如闪电一样动作了起来 手持清莲 斩杀无尽金色天鹏 清莲如绿色的烟霞 在叶凡的手中一片迷蒙 滑动出一片片绿影 但却可怕无比 斩杀一切生命体 叶凡的动作太快了 无情出手 清莲如刀一样锋锐 将一头天鹏剖开 血液蹦剑 他毫不停留 冲向下一个 扑 扑 他手持清莲 不断批斩 天鹏的头颅连续坠落 天鹏的庞大尸身 一具又一具坠下天空 这是真实的鲜血 是金翅小鹏王运生 圣剑谢祭所用 化成生生不灭的十万八千剑 可是此刻却被叶凡不断斩杀 圣体的苦海是金色的 与我们的大不一样 可以化生成无敌的防御意向 远处许多人惊悍 啊 金翅小鹏王长笑 雄伟身躯踏裂天空 浑身金色的气浪冲天 如妖圣复生 他挥动手中黄金圣剑本体 发动了最为猛烈的攻势 陷入金色的苦海中的天鹏 全都丝鸣 燃烧了起来 化成无穷杀光 可是 在金色的苦海意向中 叶凡像是一个绝对的主宰者 雷电绕身 恍若在开辟世界 他不可撼动 所有金色的天鹏都难以临近 被他不断地斩灭 一击一尸海 一击一片血雾 可以清晰地见到 一具又一具的神鹏尸体坠落 掉进金色的苦海中 不断地被斩杀 好 这是鸟人以金血养出的圣剑 虽然号称永不朽灭 但是被这样斩掉 会伤他的元气 大黑狗叫道 金色的苦海 被血水染红了 漂浮着数不清的天鹏尸体 一片惨烈的景象 叶凡眸光冷冽 如修罗复生 黑发乱舞 手持低血的清廉 无情的屠戮 整整十万八千只天鹏 都被他斩杀了 哄 最后一阵 金色的苦海汹涌 叶凡持清廉力 衣不染血 平静无波 如一尊年花的神灵 喝道 你还有什么 尽管使出来吧 我今天杀得干净 远空 众人震撼 十万八千剑 奇出即可杀圣子 可是却全被叶凡斩灭了 争干了天鹏精血 摇光圣子 虽然面色平静 但心中还是有些震动的 毛子越发地深邃了 疯狂则是很吃惊 没有想到 叶凡手段逆天 竟然这样破了十万八千剑 子府圣子与赵发 脸色的都有些僵硬 他们自问 不能这样斩灭 十万八千之神鹏 心中震动 金翅小鹏 王发思凌乱 毛子如刀一样破人 嗜血与野性 全面展现而出 韩生道 我自有手段灭你